第一章价值三个亿的黄金 信何的 我当初怎么会眼瞎喜欢你这没用的家伙 分手 以后咱们再没有任何关系 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赵芬愤怒地朝何世民吼了一句 然后转身坐进了一辆宝马武器车里面 扬长而去 路上的行人纷纷扭头向何世民看去 眼中全是可怜之色 又是个被女友抛弃的可怜人 何世民抬头望天 感觉今天的太阳格外刺眼 大一到大四 四年的青涩感情却最终败给了现实 生气吗 怎么能不生气 不过更多的却是深深的无力 进入大四以来 所有的学生都开始离开学校 寻找实习单位工作 不仅是为了学分 更是为了毕业后能更好地融入外面的社会 包括何世民也是一样 只是在社会上的连续碰壁 让他们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残酷 意识到自己不是引领这个时代的弄潮 更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只是这个城市中尘埃里的女友而已 反观宝马车内的范云海 却是临安大学的学生会会长 家里面更是有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 甚至达到了很多人奋斗一辈子都到不了的地步 在他的追求下 赵芬自然没有抵抗力 何世民低头长叹一声 出身农村的他 从小就习惯了面对各种困难和挫折 早已经锻炼出无比强大的内心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只能选择面对 回到跟赵芬一起租的出租屋后 何世民拿出手机 想把好哥们叫过来一起喝酒解闷 只是他刚打开手机 屏幕上突然出现一个弹窗 明日头条系统与宿主绑定中 下面是进度条 10 50 什么鬼 何世民皱着眉头 疑惑的喃喃自语了一声 他只听说过今日头条 怎么还冒出来的明日头条 手机坏了 下一刻 屏幕上面显示绑定成功 紧接着 两条新闻在屏幕上面弹了出来 林安市青年企业家 林安十大青年之一 享有林安第一美女总裁之名的 情商集团总裁秦丽雅 于昨晚遇害身亡 推送时间 6月28日 林安市幸福小区一租户 在所租的地下室地下 挖出一吨黄金 价值三个亿 推送时间 9月16日 看到这两条新闻 何世民微微一愣 秦丽雅死了 这怎么可能 他白天还去情商集团面试过呢 而且刚好就看到秦丽雅回公司 被秦丽雅的美貌和身材惊艳了一番 不知道这么极贫的女人 最后会便宜哪个老色皮 但是这新闻怎么说 他昨天晚上就意外身亡了 还有这幸福小区挖出黄金的新闻 他就住在幸福小区 怎么没听说 谁家地下室挖出一吨黄金出来 这么大的事 如果是真的 肯定早就传得沸沸扬扬了 不可能没一个人知道 而且这时间也对不上 上面说是9月16日 但今天明明才6月27 错了快三个月了 难不成哥们还能穿越了不成 这也太离谱了吧 何世民怀着满心的疑惑 点开了这条新闻 紧接着 关于幸福小区一吨黄金的新闻详情 出现在手机屏幕上 近日 幸福小区挖出一吨黄金的事情 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据悉 在9月14日当天 幸福小区五号楼第二单元地下室的新租户 在进行装修的时候 从突然坍塌的地板下面 发现了共计一吨黄金 估值三个亿 当时房东包某恰好在场 就黄金的归属问题 与租户展开了争夺 并闹到了法院 最终法院判决 这笔黄金因为在地下被发现 而公民只有租用土地的权利 不想有拥有权 土地里的黄金也应属于国家 最后由国家全部收缴 看到这个新闻的结局后 何世民直呼他们那行 把黄金对半分他不香吗 等等 不对 何世民突然愣了一下 紧接着 卧槽 他突然的惊呼一声 幸福小区五号楼第二单元地下室 这特马不就是自己所在的 这间地下室吗 这房子是他大三的时候租的 毕竟有了女朋友 总不能还跟宿舍里面的那些糙汉子混住吧 所以在外面租了这间地下室住 然后跟赵芬 过起了没修没少的生活 不过他都在这都住一年了 除了隔音效果好之外 还没发现他任何的优点 但是现在 这新闻上面竟然说 这地下竟然有价值三个亿的黄金 自己挣筹没钱呢 这下面要是真有一吨黄金 自己岂不是发达了 第二章 头条推送系统 想到一吨黄金 何世民的心瞬间激动起来 不管新闻是真是假 事实又不犯法 万一是真的呢 何世民立刻从沙发上爬了起来 从角落里面找出一个小锤 把地上铺的地板格掀开 一小块一小块的轻轻敲了起来 当当当 动动 卧槽 真是空的 何世民瞬间惊了 这一下 何世民瞬间来的精神 使出了吃奶的劲 用力的砸了起来 好在这里是地下室 隔音比较好 随便他怎么折腾 都没人来管他 刚砸没几下 水泥地面就硬生而裂 露出一个锅盖大的洞出来 大洞下面 黑乎乎的一片 塌了 何世民惊喜的到 紧接着立刻打开手机手电筒 往里面照了一下 可能是这栋房子时间太长的原因 本来应该结实的地基 里面竟然全是潮湿的泥土 他伸手在里面扒拉了两下 结果刚扒第二下 就摸到了硬物 拿出来一看 何世民瞬间瞪大了眼睛 张大了嘴巴 他手面的赫然是一根 三指宽一长长的金条 金灿灿的 最起码有二三金的样子 卧槽 这 他赶紧又把手伸金洞里摸了一下 然后又摸出来一根金条 看着手里面的两根金灿灿的金条 何世民激动的全身颤抖 甚至脸色都涨红了起来 这下何止是发了 简直要疯了 系统是真的 黄金也是真的 整整一吨的黄金 何世民顾不上黄金上沾的泥土 把黄金捂在胸前 躺在沙发上 陷入到了一阵当中 足足过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才渐渐冷静了下来 开始思考 这些黄金是怎么回事 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黄金的主人 肯定不是现在的房主 否则根本不可能把房子租给他 更不会像什么明日头条新闻中 跟下一任租户 因为黄金的是闹到法庭 最后黄金被收归国家 既然是无主之物 那这批黄金 把桌子放到大洞上面挡住 虽然平时基本上没人来他这出租屋 但做贼心虚 现在他这心里可虚着呢 万一被人发现 可就要成为国家的了 要赶紧找地方转移了 只是转移到哪里是个问题 毕竟是整整一吨黄金 总不能拉着在大街上面乱晃忧 刚做完这些 这里 手机突然收到一条消息 拿出来一看 只见屏幕上 弹出了一条明日头条的系统通知 恭喜宿主参与明日头条系统推送新闻 系统奖励出击格斗术 是否领取 下面有一个领取按钮 一个放弃按钮 何时明看着屏幕 疑惑眨了眨眼 还有系统奖励 然后点了一下领取 下一刻 一股像是电流一般的东西 突然通过手机 传到了何时明的身上 何时明只敢全身猛的一麻 当恢复过来的时候 脑海中就突然多了许多格斗技巧 而且像是印在脑海中一样 甩之不去 这 何时明神色一惊 格斗术 一吨黄金 何时明脸上顿时浮现出狂喜之色 甚至激动的大笑起来 短暂的激动过后 何时明很快就恢复过来 开始思考 这明日头条系统是怎么回事 从地下的这一顿黄金来看 明日头条所发布的新闻 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而是以后或者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就像这一顿黄金 发现的时间是9月16日 何时明的租期 差不多也是9月初结束 刚好是新租户搬过来之后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说 他可以通过明日头条系统 知道未来所有人都不知道会发生的事情 这样的好处简直无法想象 毕竟当下的社会 其实所有商业本质都是信息差 他掌握着这些消息 以后不管干什么 都将会无往而不利 更别提这头条系统推送的新闻 自己只要参与进去以后 还会得到系统的奖励 比如刚才得到的初级格斗术 何时明深吸一口气 有这样牛逼的明日头条系统 自己和仇不能在未来闯出一番天地 之前面对残酷的现实 面对赵菲尔离开他 投入范云海的怀抱中 他只有深深的无力和无奈 但是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 他不会再那样的无力 等等 何时明突然想起来 他刚才还看到一个推送的头条新闻来着 情商集团美女总裁秦丽亚意外身亡 何时明神色一宁 也就是说秦丽亚也真的会出事 第三章 营救女总裁 何时明立刻拿出手机 点开明日头条上 关于秦丽亚的那条新闻 下一刻 手机屏幕上出现了关于秦丽亚的新闻详情 昨日 我是发生了一起 令人心痛至极的恶行事件 6月27号 情商集团总裁秦丽亚女士 在从公司离开后回家途中 经过怀平路段时 遭遇歹徒绑架 警方寻找了一夜 最终于6月28号早晨 经过群众举报 在距离五公里外的河边 找到了已经没有任何生命特征的秦丽亚 目前 歹徒依然在逃 警方已发动全程警力 寻找歹徒踪迹 并恳请广大市民 提供有用线索 并予以奖励 推送时间 6月28日 8点35分 6月27号晚7点38分 何时民赶紧看了一眼现在的时间 7点10分 也就是说 最多28分钟后 秦丽亚就会出事 何时民深吸一口气 神色凝重无比 怎么办 何时民急得挠了挠头 报警 关键是警察会相信她的话吗 退一步来说 就算是信的 她又如何向警察解释这件事 她是如何提前知道的 说不定还有可能被当成幕后主使抓起来 打电话 对 虽然她没有秦丽亚的电话 但秦丽亚是情商集团总裁 而她刚去情商集团面试过 留的有前台电话 何时民立刻给情商集团前台拔了过去 结果连打几个都打不通 估计是下班了 何时民着急的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过去五分钟了 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秦丽亚出事 肯定不行 虽然她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 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四学生 但却从来不缺少热忱之心 更不是那种袖手旁观 见死不救之人 恰恰相反 她一直是非常正义 路见不平就出手相助 路见不平一声怒吼的人 虽曾经因此被人污蔑 受过委屈 但心中的热血 却并没有因此消减分毫 只剩下一个办法 亲自出手 有系统奖励的格斗术在 应该可以拦住那三名歹徒 让秦丽亚逃走 纵然有些危险 能救下一条人命也值了 而且救下秦丽亚后 系统可能还会给她奖励 毕竟刚才挖出一堆黄金 系统就奖励她出击格斗术 哪怕是为了这些奖励 这个险她也很有必要去冒 想到这里 何时民不敢再耽误时间 立刻出发 刚来到外面 扭头就碰到了房东包秋梅 喂 哎 臭小子 房租该交了 包秋梅看到何时民 顿时大声喊道 何时民哪有心思理她 回了一句日后再说 紧接着赶紧向外面跑去 秦丽亚出示的详细地点 新闻中没有详细说 不过何时民逛遍了 临安市的大街小巷 对视频中的那段路有印象 二十分钟的时间 坐出租车应该能赶到 跑到小区门口时 刚好一辆出租车走到 何时民赶紧钻了进去 大叔 麻烦 赶紧带我去淮平路 坐完 何时民拿出二十块钱 递到中年司机面前道 大哥 我哥给我介绍了个女朋友 在那边等着 这是给你的烟钱 麻烦你以最快的速度带我去 我懂 坐好 中年司机收下钱 直接拿出卓越的车记 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 就赶到了淮平路孙庄路段 何时民拿出手机 看了一眼时间 点二十六分了 还有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何时民松了一口气 再晚一点 可就来不及了 兄弟 你哥呢 在哪停啊 司机放慢速度问道 何时民指向外面 不远处的灌木丛 正准备说在那停 突然看到 一辆红色的轿车 从车窗外经过 跑到他们了前面 看到这辆车 何时民神色一名 是秦丽雅那辆车 刚刚他才在监控视频上面 看到过 这辆车 就是秦丽雅开的那辆车 但是这怎么提前了两分钟 还没等他想明白 前方快速行驶的红色轿车 突然一个急杀 发出一阵刺耳的刹车声 向着前方飘移而去 被一声 撞到了马路牙子上 卧槽 出事了 中年司机瞪大眼睛 惊呼一声 第四章 热血之痘 中年司机一脚油门 跑到前方出事的地方 走过去一看 只见红色轿车前面 正坐着一名 惊魂未定的妇人 此时 红色轿车的车门 也被推开 紧接着 一名身穿黑色长裙 看起来非常漂亮 又很有气质的女人 从里面走了出来 一脸关切地 向妇人走了过去 问道 大姐 您 话没说完 就在这时 从旁边的灌木丛里面 突然冲出来三名青年 二话不说 直接向秦丽雅扑了过去 这 秦丽雅惊呼一声 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 她根本就不认识这些人 但看他们神色不善的样子 一旦落入他们手中 很有可能小命不保 于是转向向车里面跑去 只是 集中出错 刚转过身 就直接摔在了地上 这一切说实迟 但却仅仅发生在数秒之间 三名青年就冲到了秦丽雅旁边 住手 就在这时 中年司机大吼一声 从车里面走了出来 愤怒地瞪着三名青年道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你们这是想 话没说完 其中一名青年 突然从兜里掏出一把匕首 指着中年司机 力声冷喝道 赶紧滚 不然弄思念 中年司机神色一愣 紧接着 立刻点头道 明白 说完 转向就钻进了车里 这特么是手持利刃的歹徒啊 他虽有满腔热血侠义之心 但人到中年 上有二老 下有幼儿 终究抵不住肩膀上扛的责任和重担 无法做自己的英雄 最多也只能离开这里后 报警寻求帮助 只是 他刚回到车里 却发现车上他拉的那名青年 竟然下了车 向三名歹徒冲了过去 卧槽 小伙子 你不要命了 赶紧回来 他伸着脑袋 急切地向何时明喊道 没看到对方有三个人吗 没看到他们有刀的吗 你是我带过来的 结果万一死在这里 我特马上 哪说里去 他边喊边着急 拿出手机报警 只是 何时明对于他的喊声 根本就置之不理 此时的他 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救人 人在冲动的时候 血液会从大脑疯狂地涌出四肢 以降低智商 甚至牺牲痛绝的代价 来强化战斗力 从而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活下来 这是生物本能 只有那些极小部分的人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四肢的血液会流向大脑 以失去战斗力的代价 换取大脑的快速运转 而这些人 要么成了政治家 或思想家 要么成了杠精 但何时明 却显然不属于这一类人 他少年热血 冲动如狂风 认定的事情 就会一根筋地做到底 放开那个女孩 只见他抱贺一声 直接冲了过去 其中一名黄毛青年歹徒 看到何时明 冷笑一声道 泽泽 还想学别人英雄救美 简直不知死活 说着 掏出一把匕首 直接向何时明冲了过去 何时明正要躲闪 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动作 好像是他早就学会 甚至经过了千锤百练的动作一样 他想都没想 抬腿就是一脚 准确无误的一脚 将黄毛手里的刀子 给踢飞了出去 巨大的运作 差点扯到当 这 黄毛看到这一幕 直接傻眼了 卧槽 这么厉害的吗 他还没回过神来呢 吃我一脚 只见何时明冷喝一声 紧接着右腿一弹 来了一个非常标准的侧身踢 狠狠踢到了黄毛的肚子上 啊 黄毛惨叫一声 直接一个恶狗 扑石摔了出去 第五章 膨胀的何时明 卧槽 不远处 中年司机看到何时明 威猛的样子 不敢置信的惊呼一声 他还以为何时明 会被那三名歹徒秒杀 结果没想到这刚上去 就放倒了一个 这特马也太生猛了吧 不只是他 包括何时明 自己也愣了一下 这明日头条 推送系统奖励的格斗术 竟然这要牛逼 一时间 何时明顿时膨胀起来 他豪气云干的大手一挥 无比嘚瑟的副手而力道 告诉你们 哥们有功夫在身了 抬走 下一个 还真别说 他这架子一摆 还真有几分高手的样子 再加上刚才一招击倒黄毛歹徒 其中一名歹徒 竟不由自主的咽了口唾沫 直接后退一步 很显然是被吓得不轻 小心身后 就在这时 秦丽雅突然惊呼一声 与此同时 何时明突然感觉到 后背瞬间寒毛炸力 他脸色一变 下意识的侧过身体 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一把匕首 直接在他的肩膀上划过 出手的 正是之前 喝退中年司机的那名高个歹徒 别浪费时间 一起上座了他 然后赶紧带秦丽雅离开 高个青年 沉声冷喝道 与此同时 倒下的黄毛青年 也从地上爬了起来 捡起匕首 跟另外两名青年 一起向何时明围了过来 一起伤 来来来 何时明向他们勾了勾手指 满脸的自信 现在的他 可是极度的膨胀 感觉自己一条五都不在话下 要不是你们搞偷袭 能伤得了哥们 哦 这是 警笛声突然从远处传来 三名歹徒听到这道声音 立刻慌了 萌生了退意 再不跑 可就跑不掉了 小子 这次算是你走运 你给我们等着 高个青年寒说道 说完就要跑 只是何时明 又哪里允许他们这样离开 想跑 晚了 时隔一脚 只见他大吼一声 一个侧踢甩了过去 直接将矮个手中的匕首踹飞 找死 高个歹徒恶狠狠地立合一声 直接举着匕首 向何时明扑去 他是看明白了 不解决掉何时明 他们根本就没办法离开 只是何时明不退反进 抬脚一个前踢 猛然踹在了高个子的当下 啊 高个惨叫一声 直接脸色铁青地跪到了地上 双手捂着当 扑通一声 歪倒在了地上 躺在地上不停地抽搐着 何时明动作丝毫不停 一甩头 大腿在半空 轮圆了一个回旋踢 直接踹在了最后一名 黄毛歹徒的胸口上 把他踹得仰面飞了出去 不远处 中年司机和秦丽雅 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何时明竟然把三名持匕首歹徒 全部干翻了 这么生猛的吗 三名歹徒狼狈地想要爬起来 但何时明哪里会给他们机会 看谁想要爬起来 上去就是一九 不给他们缓过来劲的机会 边踹 边骂骂咧咧的样子 像是扑腹骂街一样 知道错了没 操 还特马学人做歹徒 还想做了我 来啊 看咱们谁做了谁 哥有功夫会怕你们 非逼着哥出手不可 现在知道 哥的厉害了吧 哥们内力都还没用吗 你们就倒下了 如果内力爆发 你们早被轰出扎了懂吗 碰 动 碰 每一脚下去 不远处的中年司机和秦丽雅 嘴角都不由自主地跟着抽了一下 大哥饶命 我们错了大哥 大哥我们再也不敢了 哎呦 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大哥 您别打了呀别打了 刚才这三人 就不是何时明的对手 现在被何时明 全都打得受了伤 哪里有反抗的可能 第六章 新的奖励 不多时 警车来了 四五辆警车 闪着警灯鸣着警笛 一路呼啸的急驰而来 三名持刀歹徒行凶 这是妥妥的三等功啊 几年都碰不到这种事 全都不许动 双手抱头 一群警察从车里面冲了出来 而且还都手持着枪 枪口指着在场的人立声喝道 包括何时明也被指着了 何时明赶紧把双手举起来说道 警察同志别误会 自己人 犯罪分子已经被我给制服了 你们赶紧把他们抓起来吧 其中一名像队长一样的警察 看了眼地上的三把匕首 微微一愣神 惊讶到 三名持刀歹徒 被你一个人给制服了 其他的警察脸上 也浮现出不敢置信之色 哪怕是他们这些 经过专业训练的警察 同时面对三名持刀歹徒 也不敢说能把他们全部干倒 一个不小心 甚至有可能当场训职 这时 在外面围观的中年司机跑了过来 兴奋地朝警察队长道 警察同志 就是他一个人把这三个制服的 你们是不知道 这小子有多牛逼 踢飞一个 砰 一腿甩飞一个 跟拍电影似的 赵队长看了一眼中年司机道 你是 我是出租车司机 是我报的警 这小子 就是我带过来的 中年司机激动的道 我本来带着小伙子去相亲的 结果路过这里 就遇到了这三名歹徒 这小伙子二话不说 就冲上去了 秦丽雅也走了过来道 赵队长 刚才这三名歹徒想要抓我 幸好这位小哥出手帮忙 我才幸免于难 赵队长看到秦丽雅 惊讶道 小哥谢谢你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秦总客气 我叫何时明 何时明直接回道 开玩笑 这么好的展示自己的机会 何时明怎么会错过 秦丽雅点头道 何先生 这次多亏了你救了我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你身上的伤怎么样 要紧不 何时明看了一眼肩膀上的伤 卧槽 好疼啊 衣服红了一大片 与此同时 伤口处的疼痛感突然传来 刚才只顾着尽兴打架 都忘了肩膀上的伤了 疼也没感觉 这会儿一看 立刻感觉疼了起来 越看越疼 秦丽雅 她感觉以为 何时明是铁骨铮铮的铁汉子一个呢 被刀划了一下 流了这么多血 竟然一声不吭 标准的铁汉 结果 没想到 是个神经大条的家伙 连自己受了这么重的伤都忘记了 被提醒才想起来 好了 这时 赵队长说道 小伙子 司机同志 你们先留个联系方式 方便有什么事情及时联系 然后就赶紧去医院吧 秦总跟我回警察队 一趟协助调查 秦丽雅点头道 没问题 一队警车来得快去的也快 秦丽雅跟着他们一起去了警察队 当然 三名歹徒和那名妇人 也被带去了警察队 中年司机扶着何时明道 走 我带你去医院 别动 何时明赶紧推开中年司机 嗯 咋了 中年司机担忧地询问道 何时明深吸一口气 神色忧郁 而又认真的道 刚才 踢腿的时候 幅度太大 不小心 扯着当了 他本来就是个战武者而已 身体素质要多菜肌 有多菜肌 结果刚才打架的时候 又是旋风腿 又是侧摆腿 看起来潇洒无比 但关键实力不允许啊 还没踢两下 就扯着当了 出租车司机 这话风 转变得有点快啊 最后 出租车司机 把何时明背到了出租车上 就向医院赶去 刚坐上车 何时明的手机 就收到一条消息 拿出来一看 下一刻 何时明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恭喜宿主 参与本头条系统推送 奖励布加迪威龙超跑一辆 领取后两个小时内送达 请注意签收 宿主应救下秦丽娅 而卷入秦家内斗之中 奖励宿主身体强化血清一份 请点击领取 第七章 赚钱还花呗 一连两条消息 直接把何时明给整猛了 布加迪凯龙超跑 身体强化血清 卧槽 何时明激动地用手搓了搓脸 眼中的狂喜之色难以掩喻 哪怕是得到那一吨黄金时 也没有这么激动 他一开始就猜到 救下秦丽娅后 系统会有奖励 但没想到 这奖励竟然这么变态啊 不仅一下子给两个 而且还都是这要牛逼的奖励 布加迪凯龙 何时明对车也有一定的了解 这布加迪凯龙 可是比布加迪威龙 还要牛逼的超级跑车 已经不能单纯的用牛逼来形容了 这么说吧 这款车 整个华夏都不超过五辆 所谓的陆地火箭 就是形容这辆超跑的 这种车 如果出现在临安室内 估计整个临安都会轰动 领取 恭喜宿主 获得限量级超跑布加迪 附赠车神级驾驶技术 两个小时内 将会把布加迪送到指定位置 请选择位置 紧接着 一阵轻微电流感传遍全身 何时明突然感觉脑海中 莫名的多了许多的驾驶技术 尤其是布加迪的驾驶经验 现在就差车了 何时明直接把停车地点 选在了自己地下室门口 然后 看向第二个奖励 身体强化血清 不知道这玩意是什么情况 如果来个光芒带闪电的 自己岂不是要被热心肠的老司机 给扔到河里去了 还是等回家之后再领取吧 出租车里面 何时明跟中年司机 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 中年司机 名叫王衡 职业出租司机20年 算是一个老司机了 一直在临安出租车司机工作 何时明坐在后排 边聊 边从兜里 掏出秦丽娅的名片 名片做得非常简单 秦丽娅三个红色的摇体字 分外漂亮 哪怕是放眼整个林安 秦丽娅的姿色 都算得上是上等的 不管是外貌还是身材 都非常无敌 否则 也不可能被人冠以 林安第一冰山美女总裁之名 不过 按照明日头条系统奖励 身体强化血清时的说明 是被卷入秦家内斗 才给的奖励 就是不知道 这个秦家内斗 是个什么意思 袭击秦丽娅的那三个人 跟那名妇人 是秦家的人安排的 难道是想解决秦丽娅 然后取而代之 就是不知道 自己破坏了他们的计划 他们会不会找自己的麻烦 当然 这些不是何时鸣 关注的重点 他关注的重点是 这次救了秦丽娅一命 不知道能不能跟这个 林安第一美女总裁 发生点什么 这才是老何最关心的 以前何时鸣 每次在电视上看到秦丽娅 都不由得感慨 这样优秀漂亮的女人 不知道最后会便宜哪个老色批 但其实 如果自己能够做这个 老色批的话 还是很令人神往的吗 何时鸣 把何时鸣送到医院部说 还全程陪着他包扎伤口 并且把他送回了家 到幸福小区的时候 已经是快晚上九点了 小区里面都没多少人了 多少钱 何时鸣问道 小兄弟 看不起我是不 哥我也有助人为乐的侠义之心 我差你这点钱 王衡皱眉道 结果 话音刚落 哦 伴随着一阵 令人血脉 喷张轰鸣声 一辆蓝白 相见的布加迪 停在了出租车的旁边 下一刻 从里面站出来一名 身穿工作装的青年 恭敬的钥匙 递到了何时鸣的手上 说道 何先生 这是您的布加迪 我是您的专属服务员孔永德 请您签收 何时鸣接过钥匙道 辛苦了 不辛苦 能为何先生服务 是我的荣幸 车里有我的名片 有什么事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告辞了 嗯 再见 再见 孔永德说完 扭头看向王衡道 师父 走吗 王衡 他看了看王衡 又看了看旁边 拥有流畅车身的布加迪 咽了口唾沫道 卧槽 布加迪 你买的 何时鸣点头道 算是吧 王衡 这特么是什么事道 开布加迪的 打我的出租车座 第八章 超级血清 师父 走吗 不走 我自己走了 孔永德道 走 上车 紧接着 出租车迟离了幸福小区 待他们离开后 何时鸣看向身边蓝白相见 造型夸张 曲线优美 科技感十足的超级跑车布加迪 则则 人生的第二款车 第一款车 是老爸给他的凤凰牌 二八大杠 单杠的 而现在 直接过渡到布加迪凯隆 十六个杠的 刺激 何时鸣激动地抚摸了一下 蓝白相见的布加迪车身 迫不及待地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刚一坐到里面 何时鸣的脑海中 就浮现出无数关于布加迪的 驾驶技巧以及方式 像是这一切 早已经与他融为一体一般 不过现在 不试试车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而且他身上还带着刀伤呢 何时鸣回到地下室 开了灯后 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赶紧钻到桌子底下 伸手摸摸地下那一顿黄金 嗯 还在 心里踏实了 以前的时候 他一直感觉这地下室比较沉闷 连窗户都没有 待在里面非常不舒服 但是现在不一样 刚才在外面 他可是一直在想念他的小地下室 心里面七上八下的 只想赶紧飞回家看看 黄金不黄金的无所谓 这 大概就是恋家的感觉吧 何时鸣 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 坐到沙发上面 开始摆渡这批黄金 怎么处理比较好 毕竟三个亿呢 只要卖出去 岂不是就一辈子吃喝不愁了 只是 半个小时后 何时鸣的表情 变成了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他发现自己太天真了 摆渡了半个小时后 他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 国家对于黄金的管控力度 这批来路不正 而且没有任何编号证书的黄金 如果一个处理不好 别说卖到钱了 很可能直接把老底做穿 我擦 何时鸣看到这个邀请 瞬间惊了 大数据连这都能检测到 这也太牛逼了吧 很可能是自己百度的时候 大数据的检测筛选结果 何时鸣点开问题 里面已经有很多人回答 不过何时鸣随便翻了几页 都是毫无营养的乱打 于是也在下面回复了一句 发愁怎么卖出去 然后 就直接关了手机 黄金的事 先不管他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身体强化血清 还有布加迪超跑 先试试身体强化血清的效果 这东西他 可是在电视上面经常看到 一旦服用 就能全方位强化自身身体素质 就像超级英雄米国队长一样 米国队长 就是从一开始的弱机 使用了血清之后 就拥有了男女 都为之向往无比的米国翘臀 只要自己服用了这自由化强化血清 身体体质就会全方位增强 以后在打架的时候 就不用担心 踢腿扯到当的问题了 更重要的是 能不能也会有这样的翘臀 何时鸣激动地打开系统 找到血清界面 上面显示着一瓶蓝色的药剂 下面有使用按钮 点击使用 下一刻 一股巨大无比的电流 突然从手机传进了何时鸣的身体内 何时鸣两眼一瞪 身子一挺 只来得及发出一声卧槽 就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抽一下 抽一下 他最后一个想法 就是 这特马 跟自己想的不一样 第九章 幕后黑手 警察队询问是 秦丽雅 笔路做得差不多了 麻烦你 最后再好好想想 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赵队长拿着纸和笔向桌子对面的秦丽雅问道 秦丽雅皱着眉头 沉饮了两秒 这件事情 看起来确实有些蹊跷 他也有自己的猜测 不过 有些话 没有充足的证据 哪怕是说出来 也没有用处 而且这件事情 事关秦家内部的事情 他也不想多说 没有 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最多就是生意场上的正常竞争而已 应该犯不着对我这样 好的 那我明白了 目前来说 这应该只是一起正常的劫财事件 不过具体还有等 那四人的审讯结果出来 你先回去吧 有什么事情 我们会通知你的 同时也希望 你有什么新的发现 及时通知我们 赵队长放下笔道 好的 对了赵队 那个和先生的手机号 你能不能给我一下 他毕竟救了我 我想好好谢谢他 秦丽雅道 按照刚才赵队长所说 那三名歹徒 可都是有案底存在的 一旦秦丽雅落尽 他们手中 后果不堪设想 幸好和实名及时出现 否则警察根本就来不及赶过去 他就已经被抓走了 所以 他想要一下和实名的手机号 感谢一下和实名 拿到和实名的手机号后 秦丽雅又要了一份 事发时的监控视频 当秦丽雅离开纠察队后 刚来到门口 一名三十多岁 身穿职业装女人 就突然冲了过来 一副急匆匆的样子 怎么回事啊 小雅 女人名叫赵叔 是秦丽雅的私人秘书 负责替秦丽雅 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务 赵姐 没事 都解决了 先带我回去吧 秦丽雅回道 回去的路上 赵叔听完秦丽雅的讲述 长长的出了口气道 太险了 幸好有和实名在 否则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我也这么觉得 所以我想好好的谢谢他 秦丽雅点头道 赵叔点头道 这是应该的 不过 小雅 你有没有想过 这件事情 会不会就是和实名在背后指使的 就是为了接近你 说着 他的脸上浮现出凝重之色 你想多了 没可能 秦丽雅回答道 那三名歹徒 都是省外的在逃人员 一直在躲避纠察的视线 而且 当时和实名是冒着生命危险救我 最终让警卫成功抓到这三人 其他的不说 今后那三人 恐怕都要在牢房里面度过 哪怕和实名有通天的本领 也指使不了三名亡命之徒 为他卖命 想指挥亡命之徒卖命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赵叔点头道 好吧 看来是我太敏感了 小雅 你准备怎么感谢他 秦丽雅沉吟了两秒 回道 看他的衣着 应该只是普通的大学生 这样吧 请他出来吃顿饭 再给他五百万感谢费 五百万 会不会太多了 不多 救命之恩 一千万都不为过 五百万 然后在公司里面 给他安排个工作 他就我的事 也就两清了 否则我不踏实 好吧 那我给他打电话 约一下时间 说完 拿出手机 给秦丽雅要了手机号后 就打了过去 只是连播几遍 都没有人接听 怎么回事 赵叔满脸狐疑的皱起了眉头 只是他不知道 幸福小区五号楼第二单 原地下室内 何时明正直挺挺的躺在地上 身上电光流转不息 双腿一抽 一抽 打不通就算了 明天再说吧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赵姐你先回去吧 秦丽雅说道 好的 赵叔父跟秦丽雅告别后 就离开了这里 回到外面的车里 赵叔立刻拿出手机 拔通了里面的其中一个手机号 很快 电话就通了 刚一接通 赵叔就愤怒的冷喝道 秦少 你怎么可以这样 竟然连这么狠心的事情 都能做得出来 你还有没有良心 呵呵 我做什么了 上面想起一道轻笑声 做什么 秦总遇到的那三名歹徒 你别告诉我 跟你没关系 赵叔沉生道 第十章 兑换超跑步加敌 秦丽雅的行程 是他告诉秦少的 因为秦少告诉他 有事情想跟秦丽雅商量一下 只是他没想到 秦少竟然会做出这么过分的事情 呵呵 秦少听到赵叔的话 突然笑了 边笑边道 有关系怎么样 没关系又怎么样 就算我告诉你 那三个人是我安排的 你准备怎么办 举报我吗 别忘了这件事情 你也逃脱不了干系 你 赵叔直接被秦少这句话 给气得满脸通红 他本来只是随便帮秦少一句 结果他没想到 秦少竟然拿这件事威胁他 呵呵 秦少呵呵笑着道 事已至此 你只有一条路可走 就是继续帮我 否则 我可以向秦丽雅坦白 你帮我对付他的事 反正秦丽雅奈何不了我 但你可就不一样了 这个后果 你可要想清楚了赵大秘书 你无耻 赵叔愤怒地怒喝道 过江 我想知道 是谁救了秦丽雅 你跟秦丽雅在一起 应该对这件事情 了若执掌吧 秦少呵呵笑着问道 赵叔深吸一口气道 这一次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帮助你的 哦 是吗 秦少呵呵一笑道 次日 当何时明苏醒时 发现已经是第二天早晨 刚醒来 一股刺鼻的腥臭味 就瞬间冲进鼻子 差点让他享年22岁 他赶紧爬起来 左顾右盼 最后却发现 这股腥臭的来源 竟然出在自己身上 此时的他 身上裹了一层的黑色污泥 腥臭味道 正是从这些污泥上面 散发出来的 卧槽 何时明惊呼一声 直接一个剑步 冲到洗手间门口 一把拉开洗手间的门 想要去把身上的污渍洗掉 结果 咔嚓 伴随着一声脆响 何时明看着自己手中 断裂的门把手 一阵迷茫 这 就特马摸了一下而已 这门把手 怎么裂开了 下一刻 他突然想起了 自己昨晚使用了身体 强化血清 自己身上的污泥 应该就是使用了血清之后 从身体内排出来的杂质 但是这身体强化血清 是这要牛逼的吗 碰一下门把手 门把手就断了 何时明的视线 落在了墙壁上挂的臂力器上面 即的臂力器 何时明平时用来练臂力的 不过刚从三十过度到四十 练起来还非常吃力 何时明来不及 去洗澡 直接走过去把臂力器拿了过来 练了两下 结果 直接弯了 这 何时明惊呼一声 脸上满是狂喜之色 系统出口 避暑晶片 急避力器 现在在他手上 感觉简直跟橡胶棒一样 感觉还没怎么用力 就给掰弯了 如果不是何时 明练了这玩意儿很久 甚至会感觉 这笔力器是假货 紧接着 何时明又找东西尝试了一下 再捏坏了一个碗 打碎了一个水杯 拧弯了一根钢筋之后 何时明才终于对自己的身体情况 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 比之以前 力量大概提升了五倍之多 灵敏度跟反应能力 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什么一字马 后空翻什么的 更是信手搞点来 虽然比不了超级英雄中的美队 不过对付普通人 应该绰绰有余了 如果让他在面 对那三名歹徒 直接就能毫不费力的 一脚踹飞一个 而且完全不用担心 再扯到当了 本来因为系统提醒 卷入秦家内斗的事 何时明还有些提心吊胆的 不过 现在经过过身体强化之后 何时明 简直可以说是信心百倍 什么秦家内斗 不管是谁 来了 都得统统坐下 不过 现在得先把身上的污泥洗掉 否则别说兑换不加敌了 自己说不定真要享年22岁 跑到卫生间 何时明冲了个凉水走 紧接着 擦干身上的水之后 走到镜子前 欣赏着现在的自己 下意识地自恋地摸了两下下巴 则则 杨刚的侧脸 健硕的肌肉 强劲的臂膀 感性的八块腹肌 全身的线条比例 多一块显肥 少一块显瘦 只能用完美来形容 转身一看 有喝 翘臀也有了 本来他的个头 有一米八左右 现在直接增长到一米八五 全身上下都散发着猛男的味道 昨天手臂上本来受了刀伤 现在也全好了 甚至连伤疤都没留下 接着 他低头瞅了一眼 自信一笑 兄弟 你也大了点啊 大气晚成这个成语 简直就是 为自己量身定做的 这身体强化血清 牛逼 第十一章 不加敌炸街 血清的效果 让何时明非常的满意 不得不说 系统出品 必数精品 接下来就是感受一下不加敌了 何时明随便套了身衣服 就锁了门 找到了外面 停放的不加敌 此时 小区里面活动的人还非常少 没什么人注意到 这个不起眼的小区角落里 停放着一辆不加敌 坐到不加敌里面 点火 加速 一气呵成 直接弹射起步 早晨 整个幸福小区 一片安静 大部分的人 都像是没睡醒一样的 静静忙碌着 准备重复昨天的生活 突然 轰轰 澎湃 而又让人血脉奔张的音浪声 瞬间在小区内炸响 无数的住户 好奇地走到窗外 好奇地向外面看去 卧槽 超跑啊 真帅 看到楼下蓝白相见的不加敌 这些人惊呼一声 瞬间来了精神 赶紧拿出手机 只是当他们 把手机拿出来 楼下那辆超跑 已经连尾灯都看不到了 幸福小区门口 是一条宽阔的大马路 此时马路上 来来往往地布满了 忙碌的行人和车辆 一辆蓝白相见的不加敌 一个漂亮的飘移 冲到了大街上 进入了所有人的视线 紧接着 刹车声和惊呼声 此起彼伏 卧槽 这是什么车 这是不加敌 真特马有钱 这是哪家的富二代 又跑出来聊妹来了 操 差点撞上 吓死我了 虽然他们不确定 旁边的不加敌是什么型号 但却知道 只要是不加敌 就特马没有一个便宜的 万一不小心碰一下 弄不好就得倾家荡产不可 前面不远处 一辆黑色的宝马五系车内 范云海正开着车 赵斐儿坐在副驾驶的 两个人缓缓行驶在马路上 斐儿 你实习的事情 我已经安排好了 直接在我爸公司挂个职就行 什么都不用干 到时候 直接让你实习学分满分 范云海单手开着宝马 另一只手抚摸着赵斐儿的腿 嘿嘿笑着道 赵斐儿轻笑一声 丝毫不以为意的道 那真的是太谢谢你云海 嘿 跟我说什么谢谢 咱们是什么关系 告诉你 只要你选择了个 绝对不会像何时明那穷逼一样 浪费你的青春 以后个保管 要啥又啥 赵斐儿却白了他眼道 谁让你追我 追那么晚的 范云海伸手在赵斐儿的大白腿上面 虎摸了一把 嘿嘿一笑道 这能怪得了我吗 要不咱们找个宾馆休息一下 赵斐儿脸色微微一红 低下头道 听你安排 范云海听到这话 顿时兴奋的道 好 走起 说完 直接一脚油门踩了下去 结果这边刚准备提速 就看到一辆车 突然拐到了他的前面 范云海张嘴怒骂道 卧槽 会不会开 话没说完 他瞬间瞪大了眼睛 拼命的一脚刹车踩到底 差点把安全气囊给踩出来 赵斐儿吓得尖叫一声 回过神来后 愤怒的朝范云海吼道 你干什么呀 范云海没理他 只是发出了一声 来自灵魂的颤抖声 妈呀 这特马 哪里来的坑逼富二代啊 作为一个富二代 他对于车的了解 远超普通人 只是一眼就认出了 前面的车的型号 这特马是布加迪啊 差一点撞上 赵斐儿也看出了 范云海的异常 扭头向前面看了一眼 当看到前面那辆 布加迪后 当即惊讶的道 这车好漂亮啊 能不漂亮吗 你知道那辆车 是什么车吗 布加迪凯隆 16缸 1500马力 系统限速420千米 极限速度 到现在都没人知道 全球车速最快超跑 陆地火箭 全国都不超过五辆 所有男人心目中的梦想 包括他 只可惜 梦想永远只能出现在梦里 这款车的售价 直接把他们家的公司 买下来都没问题 赵斐儿瞪大眼睛道 这么厉害 那得多少钱 是不是得好几百万 好几百万 范云海翻了个白眼道 百万你最多买个车标 这车下来 最起码得八千多万 根本就不是一般人 普通人一辈子 能看一眼这种车 都算幸运了 哇 那开这车的 岂不是很厉害 如果能在这种车 里面坐坐就好了 赵斐儿兴奋的道 这么厉害的车 如果能坐在里面 让他跪舔他都愿意 边说 边拿出手机 拍了几张照片 你还是省省吧 能开得起这车的 一般家里面 都最起码有四十辆以上超跑 私人飞机三架 私人游艇 赛马场 高尔夫球场等等 整个林安都找不出来一个 别说是你 哪怕是我老爹 都没资格跟他们结交 范云海尝出一口气道 看你没出息的样子 不跟你说了 我这心脏 我先停路边缓缓 等那辆车走远了再走 范云海说道 他们家开着一家 规模不小的公司 但充其量 也就一两千万的身价而已 真要是一不小心 碰到那辆车 他老爹非把他的皮 给扒下来不可 第十二章 来自女总裁的邀请 范云海把车停在咱边 下车点了根烟 扭头一看 发现原本同行的其他车 此时也都停了起来 极为默契的 把车停到了一旁 很显然 这些人都被那辆不加迪 给吓得不轻 不过他们也没闲着 包括经过的路人 都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就开始发朋友圈 头条 抖上面 一时间 临安市经线八千万豪车的消息 在整个临安市疯狂传播 只是这些 何时明完全不知道 他的注意力 全部沉浸在开超跑的刺激当中 完全没意识到 周围的车都下停了 飘移 加速 开超跑的感觉 简直跟跌的飞行差不多 让何时明真正的了解了 什么是速度与激情 不开超跑 永远无法体会这种感觉 有身体 强化血清和车神技术 不管他怎么开 都感觉如必使车 非常的轻松 完全就是信手颠来 半小时候 同志 检测到你连续超速三次 罚款六百 记九分 这是罚单 再超速一次 你这小本本可就要没了 一名交警站在何时明面前 把开好的罚款单地 给了何时明 面无表情的道 何时明不停陪笑道 明白明白 开超跑虽然很刺激 但被交警拦下的时候 更他妈刺激啊 直接心里咯噔一下 差点没给吓尿 嗯 交警面无表情的道 不管你开什么车 都要遵守交规 否则罚你没商量 是是是 何时明点头道 行了 走吧 交警骑上小摩托 不在搭理何时明 直接离开了这里 何时明有些信信地 钻回到不加底里面 六百块钱 何时明翻了翻自己的兜里 一脸的惆怅 自己虽然开着超跑不加底 但全身上下 就特么只剩下不到二百块钱 六百块钱的罚款 直接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雪上加霜 这时 一个陌生的电话 突然打了过来 喂 是何时明何先生吗 手机里面 响起一道成熟女性的声音 我是 您是哪位 何时明疑惑道 是这样的 我是情商集团总裁 秦丽雅的秘书赵书 秦总想感谢一下 昨天何先生的仗义出手 准备今晚请何先生吃顿饭 不知道何先生有没有空 吃饭 那必须有空啊 何时明立刻道 同时不自觉的黑黑笑了起来 美女请客吃饭 哪有拒绝的道理 全林安男人心目中的梦中情人 请客吃饭 不知道让学校里面的那些色狼知道 会不会羡慕的口水都流出来 好的何先生 我们就在恭候何先生的大价了 挂了电话 何时明顿时呵呵笑了起来 罚款什么的 先不管了 反正还要三天呢 实在不行 直接把超跑租出来 哪怕是就租一天 也不止六百块钱吧 这么做 就是有点丢神豪的面子 不过为了生活 也不能在意这个了 现在距离晚上还早 还是先回家吧 找个大点的衣服 自己身上的这身衣服 瘦的简直跟男模一样 穿着身去见秦丽雅 显然有些不合适 何时明回到幸福小区 把车停在了小区外面 小区里面的停车位 都是私人的 其他车乱停的话 很容易就出事 上个月就有一辆外来车辆 随便停在了一个停车位上 结果车子就被人给画画了 而且还找不到谁画的 最后自己修的 好在小区外面的马路上 就有一排停车位 只是需要抢车位 回来晚了就没了 停好车后 何时明直接回了家 只是刚走到地下室门口 就看到原本锁得好好的房门 竟大大方方的敞开着 卧槽 我的黄金 何时明惊呼一声 被吓得亡魂接冒 一个箭步直接冲了过去 第十三章 无可阻挡的魅力 进入房间 何时明一眼就看到 一名穿着宽大睡衣 一头短圈发的中年女人 正躺在客厅的小沙发上面 悠哉悠哉的抽着闷烟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房东包秋梅 想想也是 这里的钥匙也只有包秋梅 还有前女友赵芬有 赵芬已经走了 而且不可能再回来 那么能进来这里的 自然也就只有包秋梅了 何时明下意识地 看了掩藏着黄金的地方 发现并没有什么异样 这才算是长长的出了口气 还好 没有被发现 应该还是来催房租的 你不是跑吗 怎么不跑了 有本事 你继续跑啊 包秋梅看到何时明回来 冷笑着站起来道 何时明敢笑一声道 包姐您说笑了 渴了吧包姐 我给你倒茶喝 说着 赶紧跑去倒了一杯茶 给包秋梅递了过去 当何时明转过身的时候 咦 包秋梅盯着何时明的翘臀 突然眼前一亮 惊喜道 小何 我怎么感觉 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何时明端着水杯走回来 惊疑不定地道 不一样吗 可能是好久没见过面了吧 包秋梅绕着何时明走了一圈 泽泽撑其道 泽泽 没想到你小子竟然这么壮 瞧瞧这胳膊 瞧瞧这钉 真翘 说着 伸手在何时明的屁股上面拍了一下 何时明赶紧后退一步 干笑道 最近一直在健身房撸铁 让包姐看笑话了 你妈 这翘臀有毒吧 想藏都藏不住了 嗨 瞧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包秋梅向何时明眨了眨眼睛道 什么看笑话 泽泽 这胸肌 这翘臀 这造型 姐最喜欢你这种壮壮的小年轻了 小何啊 想不想少奋斗十年 日后姐那十几套房子都可以送给你 楼下那辆宝马武器也给你 说着 风情万种地甩了一下满头短烫法 向何时明眨了眨眼睛 何时明吓得牙齿打颤道 不不不用啊 我还想再奋斗一下 人活一世 最重要的不就是奋斗的过程吗 真的不再考虑考虑吗 我听说 你跟你女朋友分手了 现在这个社会太现实 但是姐可以保护你 让你以后可以随心所欲 怎么样 包秋梅不放弃的道 谢谢包姐好意 真不用 包秋梅见何时明再次拒绝 直接冷着脸道 既然如此 何时明 你的房租还有两个月就要到期 把明年的房租先预交一下吧 否则 我就给其他人租了 包姐 我跟我女友分手了 也马上就要毕业了 估计明年不会再继续在这里住了 何时明说道 好 那我就把房子挂出去了 包秋梅说完 直接转身离去 待包秋梅走后 何时明赶紧反锁房门 随后长长的出了口气 好险 男孩子一个人在外面 真的是太危险了 看来 不管是为了他自己真操 还是为了一吨黄金 他都必须赶紧找个地方搬出去了 只是 能特么搬哪去啊 要钱没钱 要房子没房子 难道藏在车上不成 一吨黄金 整整两千斤 藏车上 开玩笑的吧 至于换个地方租 性质还不是一样的吗 就在何时明苦思怎么办的时候 手机突然响了一声 之前就一直响 不过 他一直没顾上理会 打开一看 顿时乐了 原来是昨天他在B户上的那一吨黄金的回答 竟然收拾了很多的赞和评论 哈哈 打主的回答好真实 发愁怎么卖 这确实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啊 其他人都只想着 拿黄金怎么装逼 只有打主这个最真实 卖不出去 怎么装逼 坦白说 我怀疑打主真有一吨黄金 哈哈 何时明看到这些评论 摇头一笑 真实吗 能不真实吗 哥们 我现在最发愁的就是这个 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好不好 第十四章 包租婆的苦口婆心 又搬了一个桌子 挡在地板阁下面的洞口处 何时明这才算是放心了下来 如此一来 除非他脑残的巴拉着地下的洞给别人看 根本就不会有人发现地下的黄金 然后就开始找穿的衣服 现在肌肉大了 个头高了 以前的那些衣服 基本上全部变成了废品 找了好久 最后才勉强找到一款能穿的运动服 不一会儿 何时明的手机响了 喂 何先生你好 我是赵叔 要不要让司机去接你 不用 我自己去就行 好的 地点是在荣华楼 我和秦总就在荣华楼 恭候何先生的大驾光临了 挂了电话 何时明看了一眼时间 都下午五点多了 已经到饭点了 何时明赶紧随手拿过来 一件衣服穿上 然后就直接出了门 临行前 特意又在外面加了一把锁 防止包丘梅再突然闯进来 只是当来到小区外面 却发现布加迪周围 又围了一群人 而且还都是小区里面的熟人 包括他的房东包丘梅 都在里面 一群人正拿着手机 在那里拍照 就一辆车而已 至于这么拍吗 算了 还是打车去酒店吧 何时明向来脸皮比较薄 在陌生面前还好说 该怎么样怎么样 但在这么多熟人面前 何时明根本就不好意思 直接过去把车开走 太装逼了 他一拐弯 就直接向大马路上走去 只是他这边刚一露头 就被包丘梅瞅了个挣挣 嘿 何时明 过来过来 包丘梅朝何时明招了招手道 何时明咧着嘴道 撒了包姐 包丘梅伸手一指旁边的布加迪道 让你看看这辆豪车 布加迪凯隆 十六个刚的车 见过梅 何时明敢笑道 不就是一辆车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被人这么夸自己的车 何时明感觉还挺不好意思的 下意识地谦虚道 你懂个屁 包丘梅翻了个白眼道 你知道这辆车多少钱吗 八千多万 卧槽 我那十几套房子 加起来 也不够这辆车的四个车咕噜钱 他一套房子 差不多只五十万左右 十套房子加起来 也才五百万而已 跟八千万比起来 差得何止是四个车咕噜 何时明听到包丘梅的话 嘴角顿时一阵抽抽 我不懂 呵呵 我自己的车 你竟然说我不懂这辆车 何时明简直呵呵了 整个林安 恐怕再找不出一个 比我更了解这辆车的人了 包丘梅拍了一下 何时明的肩膀道 小子 看到这辆车了没 这就是有钱人 跟没钱人的区别 有时候 你哪怕是奋斗到最后 也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 选对路很重要 他还是没放弃 包养和时明的打算 以他的经验 像何时明这么翘的臀 运动起来 肯定非常有劲啊 何时明敢笑道 是是是 包姐您说的都对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告辞了 她是一秒钟 都待不下去了 太尴尬了 溜了溜了 再晚的话 秦丽雅和赵叔他们两个 待在酒店里面等急了 只是她这边刚转身 一辆微型小货车 突然停在了旁边 紧接着 从上面下来两个人 其中一名微胖青年 看了一眼不加迪 眉毛一挑 然后向周围的人问道 我们是下水道维修工 下水道紧盖在这下面 这辆车是谁的 麻烦挪一下 第十五章 这就很尴尬了呀 听到微胖青年的话 在场的人 你看我我看你 一时间全都安静了下来 他们只是在这里 看热闹而已 谁知道车主是谁啊 要是认识车 他们早吹起来了 最后还是包秋梅 站出来道 我们也不认识这车的主人 不过这车上面 有二维码 你直接扫码 打过去不就行了 其他的人 也都跟着点头 他们也很想看看 这八千多万的 布加迪车主 到底是什么神仙 微胖青年点了下头 走到车前 用手机扫了一下 然后直接拔了过去 与此同时 在他们身后不远处 一道手机 零突然响起 在场的人听到这道声音 全部扭头一看 却只见不远处 何时明正尴尬地站在那里 手里面的手机 正想着来电铃声 此时 何时明都要抓狂了 你马呀 正准备打车走呢 这俩修下水道的来的 也太是时候了吧 包秋梅眉毛微微一挑 提醒道 小明 有人给你打电话 赶紧接呀 周围的人也赶紧催道 时明 你赶紧先把你的电话接了 我们这边 正给布加迪车主打电话呢 你这手机一直响 我们都听不到 布加迪车主说的啥了 就是 赶紧把你手机接了 挂了也行 何时明没有回答 只是嘴角抽了抽 拿起手机 接下了接听键 然后把手机放到耳边 轻声道 喂 人群中 微胖青年愣了下 看着自己已经接通的手机 把手机放到耳边回到 喂 下一刻 在场的人 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的人 全都一脸茫然地看向何时明 又同时 看向微胖青年维修工 又回头看向何时明 又看向微胖青年 紧接着 卧槽 不加迪是你的 其他人也都瞪大眼睛 包括包秋梅在内 全都不敢置信地 看着何时明 甚至眼珠子都快给瞪出来了 都是一个小区的 他们对何时明也比较熟悉 只是一个租住在地下室的大学生而已 虽然看起来阳光亲切 但却只是天天在小区门口 胡辣汤吃狗不理包子 再普通不过的人而已 结果现在告诉他们 何时明是不加迪凯隆的车主 这特马搞笑的吧 何时明敢笑着 放下手机 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孙大爷 你如果问的是 这辆不加迪的话 可能确实是我的 尼玛 被这么多人盯着 好特马羞涩啊 但却有种莫名的刺激 何时明 你说这车真是你的 包秋梅瞪大着眼睛问道 他刚才还说 让何时明有机会好好看看这车呢 免得以后没机会 结果闹了半天 这车竟然是何时明的 何时明晃了晃手中的钥匙 向微胖修理工青年道 不好意思 耽误你们工作了 我这就把车挪走 说着 直接按下了一键启动 下一刻 哄 安静的布加迪凯隆 瞬间发出一声 令人血脉奔张的音浪声 紧接着 何时明钻进车子里面 伴随着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 布加迪直接向远处急驰而去 第十六章 又一个新闻推送 看着远去的布加迪 在场的人嘖嘖撑起 这何时明藏的 真的是太深了 我一直以为 他是普通的大学生而已 没想到 竟然这么有钱 谁能想到 朋友圈里面火爆的布加迪车主 竟然真的是咱们小区的 我也看走眼了 则则跟布加迪车主一个小居住 这特马 够我吹一阵子牛逼的了 只是包秋梅 没跟这些人继续聊 你们先聊 我先回去了 包秋梅说完 直接转身就走 他实在是没脸继续在这里待着 太尴尬了 就在不久之前 他还说 要让何时明不再努力 以后他来养他 只是被何时明拒绝了 当时他还以为 何时明只是自作清高 迟早会被残酷的现实 做得满身伤痕 头破血流 回来求着给他说 不想努力了 别说他有十几套房子收租 哪怕是有上百套 上千套房子 也没资格养一个 开不加迪的超级富二代啊 太特么打脸了 另一边 何时明按照照书给的地址 很快就赶到了荣华楼 把车子停好后 何时明正准备往里走 手机突然响了一下 拿出来一看 他顿时来了精神 手机屏幕上 赫然又是一条 明日头条新闻推送 看到又有新闻推送 何时明高兴不已 自从上次绑定明日头条系统 收到两个头条新闻之外 这还是第一次收到 他迫不及待地点开新闻 展开新闻详情 6月29日上午 情商集团仓库突发大火 大批货物被烧毁 造成了价值上亿的损失 情商集团总裁 秦丽雅职位 被董事会辞去 赞由秦少担任 新的情商集团总裁 目前失火的进一步原因 还在调查当中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 天气干燥 请做好预防火灾工作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推送时间 6月30号 看着这条新闻 何时明眉头一皱 这又是情商集团 这秦丽雅 还真是多在多难 昨天差点被弄死 明天又要被开除总裁职务 看来这秦家里面 确实斗得挺厉害的 而一直出手对付秦丽雅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秦少 否则应该轮不到 他担任新的集团总裁 人人都说豪门是非多 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过这种事 何时明插不了手 也没有他插手的资格 最多也只能提醒秦丽雅 让他注意一下 想必以他的智慧和手段 应该有办法应付 否则也做不到 情商集团总裁的这个位置上 就他一次已经够了 总不能当他的贴身保镖吧 就是不知道 这一次系统会奖励给他什么 何时明的心 不由得开始期待起来 你好 是何先生吗 这时一道声音 突然把何时明的注意力 拉了过来 何时明抬头一看 只见不远处 正站着一名 身穿黑色职业西装的女人 正微笑地看着他 不是别人 正是赵叔 赵叔本来是不认识何时明的 不过经历了 昨天晚上的事情之后 赵叔对何时明的印象 可是深刻至极 只是 眼前的这个 穿着不合身的运动服的 真的就是破坏了 情少计划的人 第十七章 与美女总裁的约会 你是赵秘书 何时明问道 赵叔点头道 是的何先生 秦总已经在里面等候您了 何时明当笑一声道 不好意思啊 路上耽误了点时间 让你们久等了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何时明总感觉赵叔 看向自己的眼神 有些奇怪 没有 我们也刚到 请随我来 赵叔客气的道 不管怎么说 对方总归是救了秦丽雅的命 赵叔自然 要对他客气相待 在赵叔的引领下 何时明来到了一个包间 里面 秦丽雅正坐在里面打电话 今天的他 穿了一件白色衬衣 再加上修身的短裙 挽起的头发 使得整个人看起来格外干练 看到何时明过来 秦丽雅立刻挂了电话 轻笑着站起来说道 何先生 又见面了 说着 向何时明伸出了手 何时明赶紧伸出手 跟秦丽雅轻轻握了一下 就立刻分手 笑着道 秦总好 秦总比昨天看起来更漂亮了 秦丽雅的小手 是真的很滑啊 何时明忍不住回味了一下 谢谢何先生夸奖 昨天本来想请何先生吃饭的 毕竟何先生救了我一命 只是没联系到何先生 今天白天又一直在忙 所以拖到现在 秦丽雅笑着道 秦总客气了 换成其他人碰见这种事 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何时明回道 那可不见得 秦丽雅摇头道 赵纠察的审讯结果已经出来了 对方四个人 那名妇人只是被胁迫 但另外三个人 却都是被通缉的惯犯 若是昨天没有何先生恰好出现 我可能见不到今天的太阳了 秦丽雅神色感慨的道 面对三名凶恶的歹徒 现在这个社会 愿意站出来帮他的 一万个里面都不会有一个 哪怕只有一名歹徒 估计也没人敢站出来帮他 没办法 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所以他才感觉 何时明对他的帮助 非常的难得可贵 何时明听到这话 顿时巴结了一下嘴 还算这女的心里有B数 按照明日头条里面的新闻看 现在秦丽雅确实已经变成一句躺尸了 哪里还能坐在这里 跟他谈笑风声 这只能说咱们有缘 我刚好经过那 你刚才出了事 我都怀疑 这是不是写好的剧本了 你说是不是秦总 何时明打着哈哈道 秦丽雅轻笑出声道 何先生真的是喜欢开玩笑 您身上的伤怎么样 要不要紧 肯定没事啊 何时明直接拍了拍伤口的位置 乐呵呵的道 早就好了 屁事没有 他没敢掀开袖子 让秦丽雅看 毕竟 他这只算是跟秦丽雅的初次交流 第一次交流 就让人家看他的身体 总归有些不太好 男孩子也应该有男孩子的矜持嘛 更重要的是 昨天一把匕首划过去 流了很多血 结果今天不仅伤好了 连伤疤都没了 他怎么跟秦丽雅解释 看到何时明的举动 秦丽雅赶紧说道 好吧 何先生 你别拍伤口了 没事就好 他真怕何时明这么拍伤口 再把伤口给拍裂了 不过何时明敢这么拍 估计伤口确实不怎么严重 否则 他哪敢这么拍 秦丽雅绝对想不到 何时明胳膊上的伤口 早就好透了 何先生 你喜欢吃什么 秦丽雅转移话题道 何时明看守道 随便 随便 秦丽雅皱眉道 何时明愣了一下 赶紧解释道 不是你想的随便 是吃什么都可以的意思 第十八章 秦丽雅的感谢 扑 秦丽雅直接被何时明的样子逗笑了 随后 他向赵书使了个眼色 赵书立刻会议 转身走了出去 赵书离开后 房间里面只剩下秦丽雅 和何时明两个人 何时明神色一惊 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莫不是这秦丽雅想要 以身相许来报恩 想到这里 何时明突然激动起来 心脏扑哧扑哧的快速跳动了起来 如果是这样 自己是从还是不从呢 孩子叫什么 何东 还是何西 何先生 何时明正神游天外呢 突然被秦丽雅的声音给换了回来 怎么了秦总 何先生今天请您来 一是请何先生吃顿便饭 二是表示一下 丽雅对何先生出手相助的感激之情 秦丽雅说着 从包里面拿出来一张银行卡 推到了何时明面前 这张卡里面 一共有五百万 密码是六个零 一点心意 还请何先生不要拒绝 五百万 何时明顿时惊讶道 有钱的大总裁就是不一样 出手就是五百万 怎么了何先生 嫌少是吗 如果嫌少 我还可以在家 秦丽雅看到何时明的样子 直接说道 不是不是 何时明赶紧摆手道 我怎么可能会嫌五百万手 只是秦总你没必要这么客气 我 你救了我 这笔钱是我应该给的 否则我会良心不安的 秦丽雅说道 何时明无奈地叹息一声道 好吧 说着 大方地把银行卡接了过去 他要是再不接 估计秦丽雅就该生气了 甚至怀疑他何时明 是不是对他用心不良 虽然他确实有点什么不良企图 但如果被人猜出来 那就很尴尬了呀 最重要的是 自己特么挣缺钱啊 五百万 不香吗 这才对嘛 秦丽雅倾笑一声道 多谢秦总 何时明把银行卡装进兜里 呵呵一笑道 秦丽雅点了点头道 不用谢 是我应该给的 对了 何先生 你现在还是在校的实习期大学生吧 嗯 刚进入大四 接下来的一年都是实习期 那你有没有找到实习期单位 有没有兴趣来我们情商集团上班 除了各部门经理主管之外 其他的工作 你可以任选一个 只要你好好干 我保证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秦丽雅直接许诺道 这么好的条件 秦丽雅觉得 何时明不会拒绝 何时明摇头道 谢谢秦总的好意 但是目前来说 我不是太需要 如果说以前 何时明对于能够进入 秦商集团这种大企业 肯定是一百个愿意 但是现在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什么事 当然是守着自己的那一顿黄金 做一个合格的守财奴了 拿着秦丽雅的这五百万 买套别墅 然后天天抱着一顿黄金不香吗 听到何时明的话 秦丽雅脸上的诧异之色更甚 拒绝了 要知道他的秦商集团 全丽雅的大学生 都是抢着想要进去的 结果何时明竟然被拒绝了 而且从始至终 何时明都是一副淡然的样子 好像根本没有什么事 能够让他动容一样 这时 饭菜端上来了 一盘接着一盘 一会儿的功夫 就端上来十几盘 哇 点这么多菜啊 咱们也吃不完啊 请何先生吃饭 自然要隆重一点了 否则怎么体现 我对何先生的感谢 好吧 赵姐呢 叫来一起吃啊 嗯 说完 拿出手机给赵叔打了过去 他刚才让赵叔出去 就是为了方便给何时明钱而已 毕竟男人都是要面子的 有外人在场的话 有可能会不好意思收下那些钱 酒店外面 赵叔正站在走廊的窗台边 望着窗外的夜色 一阵失神 这时 两名服务员 从他的背后走了过去 边走边交谈着 赵哥 刚才下去看了吧 看了看了 没想到 布加迪竟然来咱们酒店吃饭了 对啊 真特码漂亮啊 那车 不愧是价值八千万的车 我还摸了一下 手感简直比女人摸起来都舒服 你这不废话吗 女人哪有布加迪香 就是不知道这车主 到底是个怎样的神仙存在 我见到了 是个小青年 跟一个女人近 话没说完 这名服务员突然看到 站在窗台的女人回过头来 当看到赵叔的长相后 这名服务员瞬间脸色一变 赶紧低下头惊慌的道 不好意思女士 不知道您在这里 打扰您了 对不起对不起 第十九章 情报有误 赵叔眉毛一挑 脸上满是疑惑之色 什么情况 自己有这么吓人吗 这反应也太夸张了吧 他站着都见到好几波服务员了 没见哪个反应这么激烈的 服务员说完 立刻拉着另一名微胖服务员 就走 走远后才小声道 看到了没 那布加迪的车主 就是和这个他进来的 吓死我了 只是这走廊那本就安静 赵叔的听力又极其敏锐 一字不差的听了进去 布加迪 跟他 什么意思 赵叔大步走了过去 喊道 喂 站住 矮个服务员被这道声音 吓得直接一个机灵 回过头一脸惊慌的道 那个 大姐 我真不知道您在这里 我们不是要议论您的 真的只是 什么议论我 什么布加迪 你们在说什么 赵叔皱眉道 矮个服务员愣了一下 惊意不定的道 姐 跟你进酒店的那名青年 就是咱们林安 今天传访了的布加迪车主 您不知道 布加迪车主 赵叔神色一愣 对啊 矮个服务员道 车就在外面停着 当时他停车的时候 我刚好在旁边 看到他跟你进酒店了 真不知道 赵叔听到这话 双目顿时缩在了一起 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他一直以为 何时明只是普通的大学生而已 尤其是刚才看到 何时明穿的那套 布和身的西装 包括秦丽雅 也是这么认为的 结果到头来 这家伙开的车 竟然是价值 八千多万的布加迪凯隆 对于普通人来说 八千万 可能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最多这个数字大一些而已 因为这种数字的资金 对于普通人来说 是一辈子都不可能见得到的 但赵叔却不一样 但是看起来 再普通不过的何时明 怎么可能开得起 这么豪华的车 或者说 他只是司机而已 只是这个想法刚出现 就被赵叔给了 你见过谁开超跑请司机的 玩这种车的 都是追求刺激和驾驶乐趣的 要是请司机开这种豪车 自己坐在里面 就算再傻叉的人 也坐不出来 坐在商务车里面 不比这种跑车里面舒服 这时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是秦丽雅的 喂 赵姐 那边的是盲完没 手机里面的秦丽雅问道 赵叔深吸一口气道 小雅 有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给你说一下 何先生来的时候 开的是今天在林安爆火的超跑 布加迪 酒店包间内 秦丽雅听到赵叔的话 神色微微一呆 不动声色的看了一眼 正在吃饭的何时明 随后 他轻笑一声道 好的赵姐 你先在外面忙吗 挂了电话 秦丽雅深吸一口气 深深的看了一眼何时明 林安街头出现一辆布加迪超跑 这么大的是 秦丽雅自然知道 甚至多方打听车主是谁 毕竟能拥有布加迪这种超跑的车主 在整个林安 都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存在 自然要打听清楚 只是到目前为止 除了知道停在了幸福小区外面外 对于车主的消息 却是丝毫都没有打听到 充满了神秘感 只是他却没想到 这个神秘的布加迪车主 竟然就坐在他面前 看上去是一个如此再普通不过的青年 这一瞬间 秦丽雅突然明白了很多事情 为何对于他拿出的五百万 何时明会是那种奇怪的表情 面对他的招揽 更是丝毫都没有动心的样子 对于一个普通八千万的车的人 五百万算什么 更别提一个情商集团的普通职务了 何时明背后的势力 绝对远超他的情商集团 只是 让秦丽雅不明白的是 何时明为何要装出一副普通人的样子 难道有钱人都喜欢这样玩吗 第二十章 何时明的提醒 赵姐呢 还没忙完呢吗 何时明疑惑地问道 嗯 还有点事 没处理完 让咱们两个先吃 秦丽雅回道 实际上 他只是担心 若何时明 真的是那辆八千万不加迪的车主 赵叔一个秘书而已 坐在这里 显然不合适 这 何时明无奈道 这十几个菜 咱们俩吃 还不得撑死啊 秦丽雅鸣嘴轻笑一声 看着何时明道 何先生 这菜的味道怎么样 还合您的胃口吧 嗯嗯 不错 我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呢 何时明满嘴流油的道 秦丽雅轻笑一声道 喜欢吃就好 对了何先生 不知道您家住在哪里 以后有事的时候 方便去拜访您 我家呀 听到林安第一美女总裁 问自己家住址 何时明兴奋地回答道 我家在幸福小区 说完 何时明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只是我家比较简陋 秦总如果看到的话 估计会看不上 怎么可能呢 有机会的话 一定会去拜访一下何先生了 秦丽雅轻笑着回答道 同时心中已经确定 何时明真的是那辆布加迪车主 毕竟那辆布加迪 就停在了幸福小区内 只是让秦丽雅不解的是 何时明这样一个超级富二代 为何会如此低调 甚至装出一副普通人的样子 而且会如此巧合地 出现在她的面前 难不成是对她有意思 秦丽雅的大脑 快速地思考起来 她虽然感谢何时明 对她的帮助 但若说以身相谢 是肯定不可能的 不过这样一个超级富二代 若是能够好好利用起来 对她情商集团的好处 绝对是大大的 想到这里 秦丽雅轻笑一声道 何先生 我们情商集团 刚才缺个总经理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来试试 总经理 何时明眉毛微调 不解的看了一眼秦丽雅 什么情况 刚才不是说普通职务随便挑 这就突然让她当总经理了 哪根筋出问题了 不过紧接着 何时明就直接摇头 开玩笑 他就是一个连大学 都没毕业的穷学生而已 最多就是摆过几天地摊 做过几天家教而已 让他去当总经理 他怕是能直接 把情商集团给整没了 总经理我可干不来 何时明摇着头道 你要是让我当个看大门 打扫厕所的 或许我还行 但总经理你压根 就不用考虑我 不过 说到这里 他想起了他的好哥们 王剑波 那货在财务这一方面 可是一把顶级好手 每个月靠炒股 都能挣上万 最近那货 不就是在找工作吗 结果找不到何时的工作 天天累得跟狗一样到处跑 想到这里 何时明不好意思地笑着道 我有个同学 在财务这块非常精通 如果秦总不嫌弃的话 我可以介绍他过来 秦丽雅顿时眼前一亮道 秦啊 没问题 他正愁 如何跟何时明 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呢 有他同学在 这关系不就又进了一步 很快 何时明就吃饱了 这次吃饭本来就快 在学校的时候 没几个人能抢得过他 珍宝 多谢秦总款待 这顿饭吃得真的是过瘾啊 何时明摸着膝的肚子 乐呵呵地道 秦丽雅轻轻一笑 心里暗道你开着数千万的不加迪 什么好吃都没吃过 不过嘴上却说 何先生喜欢就好 对了何先生 咱们加个吧 以后方便联系 何时明一听这话 顿时兴奋地点头道 好 随后 两人一起向外面走去 来到大门口处 何时明停下脚步 向秦丽雅提醒道 对了秦总 最近天气炎热 一定要做好预防火灾的工作 要是万一哪个仓库发生大火 到时候就麻烦了 第21章 黑手来袭 嗯 什么意思 听到何时明的提醒 秦丽雅疑惑地问道 何时明轻笑着摊了摊手道 没什么 就是善意地提醒一下而已 毕竟昨天秦总就差点发生意外 俗话说 祸不单行 现在这种天气 一旦仓库发生火灾 这个后果 我想秦总也承受不了 还是注意一下比较好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对不对 秦丽雅听到何时明的话 顿时双目一缩 她不傻 相反 能坐上情商集团总裁的位置上 她比大多数人都要聪明 现在听到何时明的提醒 秦丽雅瞬间惊醒 昨天的那场意外 表面上看 只是她遇到了歹徒 但秦丽雅却想了很多 因为那些歹徒 明显是有预谋的 而不是恰好遇到的是她 只是没有相关证据 哪怕是她想到了一些情况 但也没办法说什么 若是真的有人想要害她 昨天不成 必然还会继续想办法 而如果秦丽雅集团的仓库发生大火 对于她这个集团总裁来说 绝对会造成致命性的打击 这时 赵叔走了过来 赵姐来了 你们先聊 我就先回去了 何时明轻笑着道 然后跟秦丽雅 还有刚到来的赵叔告别后 就直接离去 带何时明走后 赵叔好奇地向秦丽雅问道 小雅 怎么了 何先生刚才说什么了 秦丽雅深吸了一口气 沉声道 没什么 你先回去吧 赵叔犹豫了一下 突然笑着道 小雅 要不然 我带你出去玩玩吧 听说有一家饭店做的饭菜 非常好吃 秦少交给她的任务 就是今天晚上 把秦丽雅带出公司 不要影响到她的计划 只是 秦丽雅听到她的话 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兴趣 而是直接摇头道 改天再说吧 赵姐 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说完 直接上了自己的车 看着离去的秦丽雅 赵叔皱了一下眉头 这是秦丽雅第一次疏远她 在这之前 秦丽雅什么都会告诉她 但是今天 秦丽雅却是连去干什么事 都没有告诉她 她站在原地咬了咬牙 随后拿出手机拨了出去 几秒钟后 电话接通 赵叔深吸一口气道 秦少 秦丽雅没跟我一起出去 嗯 那她去哪了 不知道 刚才跟何世民在里面吃了一顿饭 然后就两个人就各自走了 甚至连告诉我去哪里都没告诉我 我觉得秦丽雅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哈哈 秦少大笑一声道 那要是他们两个去开房了呢 各自离开 就是怕你猜到 怎么会告诉你 别多想 不用管她去哪了 计划照就 赵叔无奈道 好吧 对了 有件事 算了 没事 她本来想把何世民开不加敌的事情 告诉秦少 不过想想 这件事情 还是不给秦少说的好 她对秦少可没有任何好感 如果何世民能把秦少给收拾了 她直接在后面拍手叫好 不过目前来说 她只有听秦少的话行事 没有其他选择 因为她的把柄在秦少手上 只是她却不知道 秦丽雅离开酒店后 直奔秦商集团仓库而去 亲自把所有的消防器材 全部检查了一遍 结果 不检查不知道 这一检查 竟然发现 80%以上的灭火器 都是失效的 只有门口的那几个是好的 不仅如此 甚至连消防水机用水里面 也是空水的 根本就没有水压 秦丽雅连夜把所有失效的灭火器 全部更换 把消防机用水里面的水打满 且叮嘱值班人员 务必时刻盯着仓库 以防火灾的发生 并且给他们每个人 加了200块钱的加班费 另一边 何时明开着不加笛 边哼着五音不全的小曲 边回了家 照例把车停在马路上 何时明就直接向小区里面走去 结果 刚走到小区门口 黑暗中 突然冲过来 五身穿黑衣的大汉 把何时明团团围了起来 为首一人 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 你就是何时明 青年眯着双目 看着何时明道 何时明眉毛一挑道 是我 你是谁 这是想干嘛 说着 扫了一眼身边的这五名大汉 嘖嘖 看起来还挺吓唬人的 如果是搁在何时明以前的时候 估计直接就被吓得扭头就跑了 不过现在 面对这五名大汉 何时明有信心 在他们碰到自己衣服之前 把他们全部打倒 非常残忍的那种 我想干嘛 青年养着脑袋黑黑一笑道 先自我介绍一下 也叫张天俊 小子 听说你很狂 所以今天 我想找你见识一下 何时明听到这话 心神一动 难不成 这些人就是情少派过来对付他的 只是 就派这么几个大块头来对付他 也太看不起他了吧 何时明摇头一笑道 好吧 不过 你们想怎么个见识法 有喝 张天俊仰着鼻子道 果然挺狂的 看来是没见识过厉害 说完 后退一步道 兄弟们 给我揍 话没说完 一声大喊声 突然从小区里面响起 谁敢欺负我们小明 张天俊扭头一看 只见小区内 一群大爷大妈所组成的大军 疯狂的向他冲了过来 有的提着篮子 有的拿着垃圾铲 有的拿着拐棍 还有的拿着相片的 不过全部都是 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虽然都是大爷大妈 但看起来 还真有一副钢铁洪流的感觉 张天俊 何时明 这是什么情况 下一刻 这些大爷大妈冲到近前 敢欺负小明 揍他们 上 干他们 下一刻 臭鸡蛋 西红柿等等 像是不要命似的 向张天俊等人砸了过来 卧槽 快跑 张天俊惊呼一声 赶紧带着人跑来 跑到小区外面 还不忘回头 朝何时明放句狠话 小子 我记住你了 给我等着 说完 看到那边大爷大妈 又要冲过来 赶紧扭头就向外面跑去 生怕跑完了 落入这些大爷大妈的包围当中 没办法 哪怕是他张天俊再牛逼 也不敢惹这些大爷大妈 论战斗力 这些大爷大妈 绝对是洪荒级的 一个弄不好 直接往地上给你一躺 这特么就玩犊子了 看着落荒而逃的张天俊等人 一群大爷大妈脸上 顿时浮现出胜利的笑容 何时明脸了咧嘴 向这些人道 谢了大爷大妈们 不得不说 这些大爷大妈 是真牛逼 听到何时明的话后 这些人立刻迎了过来 热情的道 都是一个小区的 说什么客气话 就是 敢欺负我们小区的人 也不看看 咱们小区以前是干嘛的 小明你别怕 要是再遇到有人欺负你 直接大喊一声大爷大妈 我们揍他压的 第二十二章 手握五百万 是什么体验 何时明听着这些人话 只感觉一阵无语 这些人平时跟他见面时 那是连招呼都不打的 哪怕是何时明主动打招呼 这些人也是爱理不理的 看到这些人热情的样子 何时明真的是受宠 若惊极了 毕竟人家是小区援助者 而何时明 只是在这里租房住而已 看不上他一个外来户也正常 结果 这些人现在对他的态度 竟然来了一个 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让何时明一阵无语 这是要干嘛 不过紧接着 何时明知道 这些人这么热情的目的了 只见何时明在短暂的客套之后 这些人立刻热情的拉着何时明的手 小明 我是你王沈 这是我闺女 你看怎么样 王沈你快算了吧 你闺女有男朋友好不好 小明这我孙女的照片 你瞅瞅看咋样 都别吵 小明 我是你楼上的张大爷 去我家坐坐 何时明 他这时才突然明白 这些人突然突然这么热情 原是来给他安排对象的呀 这一刻何时明都无语了 不就一辆不加敌吗 至于这样吗 一辆破车而已 有这么香吗 又跟这些大爷大妈 客套了好大一会儿 何时明才艰难的 从他们当中脱困而出 回了自己的地下室 好在 地下室的门上 被他锁了两道锁 哪怕是房东也进不来 否则何时明真的怀疑 这些人会不会直接冲过来 真的是太热情了 看来 搬家是当务之急 明天必须把房子的事给搞定 然后搬出去 毕竟 现在他也算是有钱的人了 其他的不说 刚才秦丽雅就直接送给了他五百万 再加上自己原本的二百多块钱 那就是妥妥的五百多万 这么多钱在手 直接全款买一套普通的别墅 应该差不多了 不过这些都没有还钱重要 自己外面还欠着不少钱呢 得先把这些钱还了 何时明立刻拿出手机 结果 突然逼呼弹出来一个问答邀请 手里面突然有了五百万 是什么体验 看到这条逼呼弹窗 何时明直接都傻眼了 卧槽 这逼呼是特马肚子里面的蛔虫吗 自己刚特么得到五百万 这逼呼就特马已经知道了 大数据这么恐怖的吗 何时明沉默了两秒 点开回复 在下面回到 手握五百多万 准备购买别墅 然后就关了逼呼 查看了一眼银行里面的钱 则则 五百万 之前他省吃俭用 省下来的钱都花在了前女友赵飞儿身上 现在身上就只剩下二百多块钱 而且还欠着交警队六百块钱 正愁怎么办呢 甚至连租车的想法都有了 结果这钱就来了 而且还是整整五百万 这简直就是瞌睡了 就有人给他送枕头啊 有钱的感觉真好 嗯 先把欠的二千块钱花被还了 里面还要给前女友赵飞儿 分期买水果十一的钱 当时二十四期分期买的 现在还剩下一年半的钱没还呢 虽然现在分手了 但这钱却不能不还 当初犯下的错 含着泪也要还完 还过花呗之后 何时明打开了老妈的威 打算孝敬二老一些 二老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为了供应自己上大学 一个干外面干散活 一个在家里帮别人缝衣服 也挺累的 不过为了怕吓到老爸老妈 何时明没敢一下子转过去太多 只赚了一万 不过就算如此 钱刚转过去 老妈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喂 时明 你在哪弄这么多的钱 老妈担忧着说道 何时明呵呵笑着道 老妈 最近跟朋友合伙在林安干了点小生意 赚了点小钱 你跟老爸吃点好的 那哪能行 钱我先给你存着 放在一起 以后等你娶媳妇用 老妈回道 何时明赶紧道 不用存着老妈 钱给你打过去 就是让你们花的 胡扯 我们俩好胳膊好腿的 怎么能花你的钱 先挂了 我手里还有点活没干过多 老妈说道 挂了电话 何时明无奈的叹息一声 算了 老妈就是这样 估计打过去再多的钱 老妈也会全给他存着娶媳妇 先不管这个了 还有欠老王的钱 老王是他在学校的社友 名叫王健波 是他学校里面最铁的兄弟 这个货家里比较有钱 对何时明也比较好 帮了他不知道多少次 现在何时明还欠着他五千多呢 他直接赚了八千过去 刚转过去 王健波电话就打过来 喂 时明 你压干嘛呢 一下子转过来这么多钱 把银行给抢了 手机里面的王健波问道 何时明呵呵笑道 那犯法的事咱们哪能干 欠你五千 多的两千 算是你对我这些来年的帮助 感谢个屁 王健波急道 你特马千万别想不开 赵飞跟你分手 那是他没福气 你现在在哪里 哥去找你带你喝酒 有什么不开心的 跟哥说 何时明 这姓王的男不成 以为他想自杀不成 开什么玩笑 放心吧老王 我没事 就是一直欠着你的钱过意不去 现在手里有点钱 就赶紧还给你了 好吧 不死就好 吃饭了没 要不要出来喝点 哥请客 改天吧 我请你 现在我有点不方便 何时明回到 那好吧 我今天在外面找了一天的实习单位 累成狗了 刚回到学校 先去洗澡去了 随后挂了电话 何时明看着手机呵呵一笑 不得不说 王健波对他是真的不错 唯一的缺点 就是这货特马姓王 让何时明总有些提心吊胆的 挂钢了电话 又有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上面显示是地产中介 接通之后 里面一个女孩的声音响起 你好先生 您最近是想有购买别墅的想法吗 我们这边是江南水乡别墅群 价格优美 环境优雅 您要不要考虑一下 何时明没貌一条 他们怎么知道自己要买别墅 等等 逼呼 操 这逼呼卖广告 真的是一手 再说吧 我再看看 何时明回到 说完挂了电话 结果挂了不到一分钟呢 电话又来了一个 这次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您好先生 我们这边有一栋别墅 价值五百万左右 三层 临安市三环以内 交通 电话 一个接着一个 直接把何时明搞得精神崩溃 开通了陌生人来电免打扰之后 这才算是清静了一下 你妈 再也不乱装逼了 随后何时明去冲了个走 自恋的站在镜子前 秀了下肌肉 就回屋休息去了 夜 寂静无声 后半夜 当所有人都在沉睡 世界一片安静的时候 一声尖叫 突然从情商集团的仓库响起 着火啦 着火啦 情商集团仓库办公室 正服安而睡的秦丽雅 听到喊声 瞬间站了起来 神色一片凝重 第23章 出手豪放 次日 何时明去了趟商场 准备先买几身衣服 昨天他就想去买来着 使用了身体强化血清后 现在他家里面的衣服都小了一圈 内裤更是紧紧的兜着钉 一不小心 运作稍微大一些 兄弟都有可能出来 跟观众间见面 真要这样的话 他这老脸可就没地方放了 只是昨天没抽出时间来 从酒店回来之后 就直接睡了 离开幸福小区后 何时明就直奔商场而去 来到商场后 何时明也看名字 就随便进了家服装店 他穿衣服 向来不怎么讲究 里面有两名女导购员 一名微胖的导购员 正在接待一名中年男性顾客 何时明 看向另外一名导购员 这名导购员身材不错 让何时明 都下意识地多看两眼 一身修身的束腰包臀长裙 把身材衬托得淋漓尽致 别提多养眼了 此时正站在里面玩手机 而在何时明 看向这名导购员的时候 导购员宋莉莉 也看到了何时明 紧接着 宋莉莉顿时感觉眼前一亮 帅哥啊 在他的视线中 站在门口的何时明 那高大的个头 瘦瘦的衣服下 衬托出的爆炸肌肉 全身上下都透露着荷尔蒙的味道 让宋莉莉不由地感觉春心荡漾 只是当看到何时明身上的衣服后 宋莉莉眼中的亮光 就瞬间暗淡下去 他在服装行业干了这么多年 眼力何其毒辣 何时明一身的衣服全是杂牌 加起来估计都不到一百块钱 这一下 全身肌肉爆炸的何时明 在宋莉莉的眼中 顿时变成了搬砖工了 他们店里的衣服 最便宜的都得上千 根本就不是普通搬砖工 能消费得起的 哪怕是他磨破嘴皮子给他介绍 他最后也会来一句我就看看 然后扭头就走 白瞎了这一身馋的 本先女流口水的肌肉 可惜是个穷逼 得不到的 就要毁掉 这时 何时明在店里的衣服 一件接一件的摸了起来 宋莉莉立刻喊道 喂 你摸来摸去的 大麻叫 不买别乱摸 摸坏了 你赔不起 衣服摸脏了 可就不好卖了 现在的顾客可都挑剔着呢 有一点问题 就扭头就走 何时明翻了个白眼道 又没摸你 这么紧张大麻 摸摸都不让摸 不摸怎么买衣服 这女人简直有病 你 宋莉莉瞬间两目圆灯 何时明放下衣服 说道 客人来了 就没有人来接待一下吗 这就是你们的代客知道吗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上帝的吗 宋莉莉小声嘟囔了一句 如果人人都是上帝 那这世界不还乱套了 这时 店里面的那名中年客人 在看了一圈之后 什么都没买得离开了 宋莉莉立刻向 威胖女导购员喊道 萧娟 这有位想当上帝的顾客 你接待一下 莉莉姐 等我先喝口水 萧娟声音有些沙哑的回道 她一上午 已经接待了六七拨客人了 只可惜 一单都没卖出去 反而是宋莉莉 虽然只接待了一拨 但却成功卖了出去 在这方面 她知道 自己没办法跟宋莉莉相比 只能努力学习 喝什么水 上帝在这等着呢 你还想不想干了 宋莉莉不耐烦的道 萧娟听到宋莉莉的催促 无奈的赶紧跑了过来 她只是新人 宋莉莉却是在这干了两年了 老板甚至有提拔她 当店长的意思 你好先生 请问 你需要什么款式的 我可以为你介绍 萧娟声音 有些沙哑的微笑着道 何时明清笑着 看了一眼萧娟道 你叫萧娟是吧 萧娟点头道 是的 嗯 何时明应了一声 然后在店里面看了一眼 伸手指向其他几件道 这一件 这一件 还有这一件 一共指了十来件衣服 萧娟激动的小脸通红道 先生 你确定要这么多吗 难不成今天自己遇到土豪了 这么多衣服卖出去 提成的业绩 相当于她一个星期的工资了 旁边坐着休息的宋莉莉 也惊讶地向这边看来 十几件衣服 难不成自己走眼了 不对 买一件她信 虽然这里的衣服贵 但也并不是绝对买不起 但是十几件下来 加在一起两万多了 按照何时明穿衣服的品位来说 根本就不可能 肯定是在装逼 到头来肯定结账的时候 说钱没带够之类的 不是 何时明摇头道 听到何时明的话 肖娟发光的眼睛 瞬间暗戴了下去 旁边的宋莉莉 却是冷冷一笑 就知道 你是在装逼 只是接下来 何时明的话 直接把她给吓傻了 是除了这几件 这些货架上剩下的衣服 全部拿185码的 给我包起来 什么 什么 听到何时明的话 肖娟和宋莉莉 全都不敢置信地 瞪大了眼睛惊呼道 全部包起来 这么多衣服 可是最起码 最起码需要三十多万 能随便拿出来三十万的人 她见过 但是如此随手拿出来三十万买衣服的 她却是从来都没有见过 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肖娟声音颤抖的道 先生 你确定全部都要 这些衣服加在一起 差不多要三十多万 三十万的销售额 她能提差不多三万块钱 相当于她一年的基础工资了 她怎么能不激动 何时明点头道 对 三十万买一堆衣服 要是搁在以前 她肯定舍不得 但现在 她所有的衣服 全部都没办法再穿 三十万而已 她还是消费得起的 好好 我这就给你点一下 你走了过来 沉声道 先生 在我们这儿刷存在 敢有意思吗 我不把你赶出去 已经算是对得起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 你是觉得 我能看上你 还是肖娟能看上你啊 说完向肖娟冷笑一声道 人家就是 耍你玩的而已 你还真当真了呀 肖娟愣了一下 顿时有些不知所措 何时明上下看了一眼宋莉莉 轻笑一声道 你想被耍 我还懒得耍呢 你 宋莉莉双目一瞪 何时明确实没理她 直接拿出一张银行卡道 我赶时间 衣服 不用点了 我相信你 三十万是吧 直接刷卡吧 密码六个零 第二十四章 美女 拍完了吗 肖娟一脸茫然的 接过银行卡 走到了柜台前 宋莉莉冷笑道 你连三万都拿不出来吧 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要是刷不出来钱 我可是要报警说 有人在我们这闹 话没说完 柜台上突然想起一道生意 支付成功 支付金额 三十万元整 这 宋莉莉下台的话 直接咽了回去 惊讶的瞪大了眼睛 包括肖娟 也是一脸茫然的 看着交易台 一时间 还有些不敢置信 下一刻 宋莉莉顿时急道 先生对不起 我 我 一口气买三十万的衣服 这是大客户啊 他得罪了这样的客户 老板肯定会找他的麻烦吧 这时 从门外走进来 一名三十多岁 身穿白色低胸包臀长裙 看起来极其成熟感性的女人 女人看到焦急的宋莉莉 立刻向何时明道 这位先生 发生了什么事 让您不开心了 我是这里的老板丁春香 何时明看了一眼女人 眼中浮现出一丝惊艳之色 这样的姿色 这样的身段 无不散发着成熟女人的魅力 简直就是人间有物 只是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何时明总感觉这女人有些眼熟 但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了 先生 有什么是你 可以给我说一下 如果有什么我们做的不对的地方 我可以向你道歉 丁春香笑着道 何时明长出一口气 把注意力从丁春香的身上挪了回来 摇头道 自己问 这样魅力十足的女人 如果不出意应该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如果出意外的话 不知道现在意外险还来不来得及 所以 还是不想了 他扭头向萧娟道 别忘了把衣服给我送过去 幸福小区五号楼第二单元 这是我的手机号 说完 留下手机号后 转身离去 何时明不担心这些衣服 萧娟不给他送过去 除非不想干了 待何时明离开后 丁春香转过身 看向宋莉莉和萧娟 柳眉微咒道 你们怎么惹刚才那位客人生气了 两人都低下了头 宋莉莉不敢说 而萧娟则是不想得罪宋莉莉 不说 那我自己调监控看 丁春香说完 直接向后面休息室走去 几分钟后 丁春香从里面走了出来 俏连铁青的向宋莉莉道 等会我给你结下工资 明天起不用来了 宋莉莉神色一惊 急道 不要啊 丁姐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只是看走眼了 我 你不是看走眼了 而是眼里面只有钱 这个世界上 无法想象的人多了去了 更别提 你那可笑的眼光了 我刚才来的时候 还在停车场 看到一辆价值八千多万的 布加迪凯龙呢 你 话没说完 宋莉莉突然神色一宁 惊呼道 我去 不会这要巧吧 说完 立刻向商场外面跑去 何时明来到商场外停车的地方时 无奈地看到他的车旁边 正有许多人拿着手机拍照 甚至有一个穿着白色絮 骑吞牛仔小短裤 露着修长大白腿的女孩 直接坐到了车子 引擎盖上 疯狂自拍 何时明无语地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 见对方始终没有停下的意思 上前提醒道 美女 拍完了没 女孩挟了何时明眼 翻了的白眼道 我拍完没拍完 跟你有啥关系 你也想跟这车合照 臭屌丝 知道这是什么车吗 你压往这一压 把这车的档子都落地了 赶紧滚远点 就是 想拍照也得排队 没看到我们这么多人都等着的吗 自觉后面排队去 周围的人也七嘴八舌地道 何时明脸色一黑 向车引擎盖上的女孩沉声道 抱歉 麻烦你下来 我赶时间 管你去死 你赶时间 管我什么事 女孩说着 直接趴到车引擎盖上 把沉甸甸的胸脯 压在车盖上 拍了张特写 何时明长出一口气道 好吧 有本事 你就一直别下来 切 我下不下来跟你 话没说完 何时明拿出兜里面的遥控钥匙 按了一下 哄 原本安安静静待在那里的 蓝白相见的不佳迪凯龙 突然发出一声澎湃的咆哮声 吓得引擎盖上的长腿女孩的一声 赶紧从引擎盖上爬了下来 与此同时 周围惊呼声四起 卧槽 这货是车主 布加迪的车主穿成这样 有钱人都特马这么低调的吗 有钱叫低调 没钱叫屌丝 真特马有意思 装逼装到车主头上去了 这打脸来的也太快了 只是何时明却没有理他们 直接拉开车门走了进去 长腿女孩在短暂的愣神以后 立刻冲到驾驶室外面 焦急的拍着车窗道 帅哥你开个门 咱们家的呀 这是我二维码 你扫扫啊 话没说完 车子突然发出一声震耳的音浪声 把女孩吓得不由自主的后退了一步 紧接着 布加迪直接迟离了这里 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 顿时哈哈大笑的嘲笑起来 哼 长腿女孩愤怒的瞪了一眼这些人 怒声道 笑什么笑 给老娘提鞋都不配 一群臭屌丝 说完 直接转身离去 与此同时 商场门口处 一名身穿白色低胸包臀长裙的女人 匆忙的从里面跑了出来 正是从刚才从商场里面赶出来的丁春香 只是他刚出来 就只看到一辆蓝白相间的布加迪 直接一个飘移 冲到了主路上面 散发着炸裂的轰鸣声 急速而去 看到这一幕 丁春香瞬间美眸流转 虽然他看不到车内的人 但是刚才的客人刚离开 这辆车也跟着离开了 而且能一口气 买下三十万的衣服 而且连看都不看 这样的魄力 可不是什么人都有的 回到店内 丁春香深吸一口气 神色严肃地道 小娟 把刚才那个客人 要的衣服包一下 我亲自给对方送过去 对方的出手如此阔绰 是个大客户 如果能够交好的话 这生意就来了 就是不知道 这小子有没有女朋友 能不能跟自己的外甥女 撮合撮合 自己的外甥女 可是临安大学公认的笑话 而且向来比较听自己 这个小姨的话 丁春香瞇着双目 心中盘算了起来 随后 他拿出手机 拔了出去 第25章 你们认识 何时明回到地下室 就开始寻找何时的房源 没过多久 一个陌生的电话 突然打了进来 喂 你好何先生 我是康亚丽男装的丁春香 来给您送衣服的 您现在在家里吗 在 你直接过来吧 何时明回到 幸福小区入口处 一辆白色的皮卡车 缓缓迟进了小区 车中驾驶室内 身穿低胸长裙的丁春香 有意无意地 看了一眼小区外面的马路上 正被一群人围观的那辆布加迪 美眸中光芒流转 如果之前在商场外面那一次 他看到这辆布加迪 是属于巧合的话 那么在幸福小区外面 再次看到这辆车 丁春香基本上 十有九九可以确定 来他店里买衣服的青年客人 就是这辆车的主人了 副尉 等会帮我把东西搬进去 我给你说 这位客人不仅豪爽 而且还是个大帅哥 丁春香边开车 边向副驾驶方向道 副驾驶上 坐着一名二十多岁的漂亮少女 腿上一条蓝色的瘦腿牛仔裤 把她修长的双腿 衬托得淋漓尽致 对于这个女孩 丁春香也有些头疼 女孩名叫田富威 父母都在国外 把她托付给了自己 要模样有模样 要气质有气质 从进入临安大学起 就霸占了临安大学 最美校花之名 长达四年之久 唯一让丁春香头疼的是 她的这个外甥女 眼里面除了学习之外 好像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 更别提谈朋友了 学习是年年第一 但大学四年 竟然连一个男朋友 这让丁春香深深怀疑 这泥不会是弯的吧 小姨 你喜欢人家自己 直接去追不就行了 我妈要是知道你 终于有喜欢的男人了 绝对开心的做梦都能笑醒 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 多大年龄 我妈都肯定不会有任何意见 田富威向丁春香 眨着两只灵动的大眼睛 看起来非常的俏皮可爱 丁春香风情万种的 白了田富威一眼道 你这小妮子敢打去你小姨 我让你过来帮忙 主要就是想让你看看这个小伙子 看看你感觉怎么样 他没说外面那辆不加迪车主的事 因为他对田富威真的是太了解了 虽然田富威谈不上非常清高 但一辆车而已 还打动不了田富威 甚至有可能会因为这个 被田富威给嘲笑 我可不需要 田富威直接投摇的拔浪鼓似的道 我现在没有找男朋友的想法 只想好好考研 小姨没说不让你考研啊 但考研归考研 又跟找男朋友不冲突 有了男朋友照样可以考研啊 等研究生结束 你上哪找男朋友去 丁春香劝道 找不到就找不到呗 跟小姨你一样做个单身贵族 想吃就吃 想睡就睡 想玩就玩 不用受到任何人的束缚多好 田富威轻笑着回道 嘿 你这小妮子 你小姨我这辈子是错过了 不是不愿意找 所以我才在这里催你 就是不想让你像我一样 错过懂吗 咦 错过了 错过哪个帅哥了 小姨你能不能给我说说 滚 丁春香哭笑不得的瞪了田富威一眼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第五号楼第二单元前面 何先生 我们到了 丁春香从车上下来 理了一下子 他在这一群向楼上喊了一声 何时明上次离开的时候 说是让他们把衣服送到第二单元的地下室 但却并没有说他自己住在哪里 按照丁春香所想 像何时明那种身份的人 最起码也得住在上面的富士楼吧 这里应该只是人家的临时仓库而已 结果 他这边刚喊完 就看到何时明从地下室里面走了出来 呵呵笑着道 你们这效率还挺高的 这么快就送过来了 丁春香轻笑着回道 何先生是我们的大客户 我们当然要是第一时间送过来了 复威 来给何先生打一声招呼 田复威极其不情愿地回过头看向何时明 下一刻 是你 田复威和何时明同时惊讶地道 丁春香困惑地看了看田复威 又扭头看了看何时明 惊异不定地道 你们 认识 何时明咧着嘴 看着眼前的长腿少女 对于这个霸占了临安大学四年校花榜首 惊艳了无数少年的美少女 他又怎么可能会不认识 虽然何时明和田复威 不是一个专业的 但听他的名字 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更不知道多少次擦肩而过过 只是让何时明不解的是 他认识田复威正常 田复威怎么会认识他的 毕竟他们两个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田复威是四年学霸 更是厌绝无双的笑话 而他何时明 却只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学生而已 甚至连宿舍管理大爷 都不怎么认识他 田复威听到丁春香的问题 眼神奇怪地看了一眼何时明 点头道 认识啊 小姨 我们都是临安大学大四的学生 怎么可能会不认识 何时明咧了咧嘴 只是因为一个学校的吗 你们是一个学校的 丁春香惊讶地道 同时心中更加的开心 这么一来 这件事情更加有戏了 何先生 怎么没听 傅威提起过你 何时明干大地摆着手道 我们学校的学生很多的 哪能都提到 也是 丁春香点头道 既然是同学 那以后何先生多多照顾一下我们家傅威 这孩子一个人在外面 我总归是有些不放心 何时明听到这话 嘴角不由自主地抽了抽 田复威确然照顾他吗 给捧起来好不好 丁安大学护威队 那是开玩笑的 曾经有一个留学生 眼馋田复威的美貌 对他吹了声口哨 结果 当天晚上这名留学生 就被护威队的人 给堵到厕所里面揍了一顿 打得他一个星期下不了床 伤好之后 直接要求大学严肃处理打他的学生 并且要求让田复威做他的半读 结果 不仅打他的学生一个没找到 反而又被人堵在厕所里揍了一顿 一个月没下得了床 据说球都被踢碎了 之后这个留学生 见到田复威就吓得双腿打颤 第26章 曾经那个少年 这就是狂热的护威队的实力 他何时明 如果敢跟田复威地杯热水 估计第二天都得横尸街头 原来丁春香是田复威的小姨 难怪他看着眼熟呢 俩人简直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都是姿色无比惊艳的那种类型 想起刚才在商场服装店的时候 自己竟然眼热田复威小姨的绝品身材 心中顿时升起满满的负罪感 自己 简直太禽兽了 何时明 这些衣服都是你买的 田复威奇怪地看着何时明问道 何时明呵呵笑着点头道 是的 以前的那些衣服不想穿了 想全都换换 所以一下子买了这么多 田复威深深地看了一眼何时明 意味深长地点头道 我明白了 何时明 你明白什么了 丁春香看了看何时明 又看了看田复威 脸上的狐一之色更甚 这俩人 怎么看着这么不纯洁啊 何先生 小薇 咱们等会再聊 咱们先把衣服给你搬进去 丁春香说道 何时明赶紧走过去道 我来我来 几件衣服而已 我自己就能搬完了 说着 一步跑到丁春香前面 田复威不仅是临安大学众多男生的梦中情人 同样也是他何时明的梦中女神 现在 有了在女神面前表现的机会 何时明 怎么会放弃 这一刻的何时明 全身上下充满了无穷的力量 直接一手拎着一个大包举到头顶 大步向地下室走去 丁春香和田复威看到这一幕 全惊讶地瞪大眼睛 这些衣服可是他们亲手打的包 两包夹起来足足有二百多斤 何时明竟然像是拎小鸡杂似的 一手拎起来一个 这家伙的劲儿也太大了吧 丁春香和田复威把剩下的几件衣服拿起来 就跟着何时明进了地下室 只是两女走进地下室 看到里面的摆设后 全都愣了 丁春香惊讶地道 何先生 这 他还以为这里只是何时明的仓库而已 但是近来才发现 这里沙发凳子 一架一柜 厨房厕所一应俱全 哪里像是一个仓库 分明就是一个正常的居所 何时明把包放在地上 干笑一声道 寒设比较简陋 两位不要见怪啊 不会不会 丁春香笑着道 我们怎么会见怪呢 何先生真的是好雅致啊 开着布加迪住地下室 这份雅信还真是独特 什么雅致不雅致的 有个地方住的地方就行 我先给你们倒点水喝哈 何时明说着 赶紧把黑乎乎的烧水壶拿了过来 给丁春香和田复威两个大美女 倒了一杯水 随后三人又简单聊了几句后 就起身告辞离开了 毕竟他们本来就是来送货的 而不是来做客的 刚来到外面 丁春香就立刻向田复威问道 复威 我怎么感觉 你跟何先生之间的关系 不是普通同学那么简单呢 田复威摇头道 小姨 如果有什么关系的话 我会不告诉你们 我跟何时明本来什么都没有 那你刚才怎么看 何时明的眼神那么奇怪 根据你小姨我的人生阅历判断 你们之间绝对不可能这么简单 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丁春香逼问道 面对丁春香的逼问 田复威一阵失神 她的思绪一瞬间回到了三年前 自己刚刚进入临安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她刚进大一 有一次去参加一个高中同学聚会 回来的时候有些晚了 结果被几名小混混拦在了路上 她以为她完了 就在她绝望的时候 有一个男同学冲出来 拦住了那几名青年 当时田复威吓坏了 甚至都没看清那名男同学的样子 就赶紧拔腿跑了 跑出很远才 想起来打电话报警 只是当纠察赶到的时候 那些小混混已经跑了 纠察只能先带男同学去了医院 后来田复威知道 这名男同学叫何时明 只是何时明 却不知道他救下的女孩是谁 甚至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 只是见义勇为而已 因为那件事情 田复威一直感觉对不起何时明 但却不知道该怎么道歉 只是偷偷地关注他 也渐渐地了解了他 何时明来自农村家庭 学习成绩也不是太好 但却非常的阳光 总是把微笑挂在脸上 不管对谁 都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 喜欢帮助别人 但有时候 却也显得很自卑 比如面对他的时候 总是腼腆一笑 甚至不敢看第二眼 慢慢的 田复威关注何时明时间久了 竟渐渐喜欢上了他 只是却一直不知道 该怎么开口 再之后 他就听说 何时明有了一个女朋友 一个同样是农村来的 但也很漂亮的女孩 从那之后 田复威就把所有的心思 全部放到了学习上面 再也没有关注过其他的事情 看你 看你的样子 你们之间肯定有什么事 还想瞒着我 根本就不可能 丁春香看到田田复威的样子 顿时老谋深算的笑着道 哪有 田复威深吸一口气 装作一副平淡的样子道 你想多了小姨 我知道她 只是因为我们学校的 学生会长范云海 昨天刚谈了个新女朋友 而这个女孩之前 就是何时明的女朋友 在学校很多人都在传 我这才知道 何时明的 她女朋友跟她分手 丁春香疑惑的问道 田复威点头道 是的 她女朋友嫌弃她穷 所以投入到了另外一个富二代的怀抱 她一下子买这么多衣服 估计就是想告别过去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只可惜何时明没听到这句话 否则的话 她估计能一口老血 直接喷出来 赵芬甩了她 虽然对她造成了一定的打击 不过并没有达到寻死觅活的地步 她之所以买这么多衣服 完全只是因为 以前的衣服容易尴尬 这田复威 完全就是过分解读 丁春香听到田复威的话 巴结了一下嘴道 嘖嘖 她那个女朋友 是真的瞎了眼了 这个何时明 绝对不可能像表面 看上去这么简单 只是低调而已 甚至低调到 只是住在那样一间潮湿的地下室中 第27章 分手能让人成长 你想多了小姨 虽然我也很好奇 何时明这三十万 是从哪里来的 不过何时明真的只是普通学生 我还见过他爸妈来过学校 都只是普通的农民 田复威回道 普通学生 丁春香冷笑一声道 你见过普通学生 开价值八千万的 布加迪凯龙的吗 什么布加迪凯龙 田复威皱眉道 说着 两人已经来到幸福小区外面 丁春香伸手一指不远处 被众人围在中间拍照的蓝白超跑道 就这一辆 何时明就是开这辆跑车去买的衣服 看到了吗 这 田复威直接瞪大了眼睛 丁春香继续道 所以我说 这小子绝对不像是表面上 看起来那种普通学生 都只是他伪装出来的 想要做普通的学生而已 真实的身份 绝对非常恐怖 他的前女友 如果知道这些 肯定毁得肠子都轻了 田复威看着不远处的蓝白超跑 突然一阵失神 这一刻 他突然对何时明感觉到非常的陌生 这么说的话 之前两年的何时明 都只是他故意装出来的 这样的何时明 还是他认识的那个阳光少年 何时明吗 怎么样复威 这样的神仙同学 而且最近刚分手 正是精神空虚的时候 相信小姨 直接主动去追吧 别捕了小姨的老路 丁春香鼓励道 田复威心乱如麻的摇头道 小姨 这件事别再提了 我现在只想好好考研 其他的事情 我没任何兴趣 先送我去学校吧 嘿 你这妮子 丁春香看到坚持的田复威 最后只能无奈地叹息一声 他对田复威还是比较了解的 越逼他 越没有任何用处 而且还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只能慢慢来 地下室中 何时明丝毫不知道 丁春香和田复威 拿他当话题谈论 现在的他 正在快乐地进行着自己的拆包之旅 两个大衣服包裹 一个一个全部拆开 对于何时明来说 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莫过于买了新衣服 他的家庭条件不怎么好 人生中第一件新衣服 是中考前一天 老妈带着他去市场买的 希望他能考出个好成绩 五十块钱 刚好买了一身 在那之前 他穿的都是亲戚邻居们 送给他的衣服 虽然一大堆衣服穿不完 但却没有一件是新的 更没有一件合身的 对于很多人来说 可能不喜欢新衣服的味道 但何时明却不一样 对他来说 新衣服的味道 简直比一个大美女 站在他面前还香 如果上百件新衣服摆在房间里 何时明感觉自己 都快要幸福死了 然后 在一大堆衣服中 何时明直接把身上的衣服 全部脱下 然后就开始一件一件的试着穿 衣服很多 有休闲的 有正式的 有运动的 有牛仔的等等 每一件穿上 何时明都要对着镜子 做好几个 直到手机响了 何时明这 才不情愿的停下 把手机拿了过来 正在他沉浸在 新衣服的美味当中的时候 被一阵手机铃声给惊醒了 拿出来一看 是王健波打过来的 他这才从衣服堆里钻了出来 接听了手机 王哥 咋了 辅导员今天让提交毕业材料 现在很多学生都已经回来了 你现在在哪 要不要我去接你 不用 我自己去吧 挂了电话 何时明无奈的叹息一声 又要去递交毕业材料 本来他还想着 等会调好衣服后 去外面瞅瞅 把别墅的事搞定了 看来只能等到明天再说了 简单的洗刷了一下 准备了一下需要的资料 何时明就直接出了门 不过这一次 他学精明了 没有直接从正门走 更没有去小区门口的马路上开车 而是直接从后门偷偷的溜了出去 没办法 小区里面的这些人 真的是太热情了 他甚至连想都不用想 就知道 此时自己的车周围 肯定又围着一群人 就等着他过去 还是别去的好 这和害不害怕没关系 二十多年的底层生活 让他没办法年少有为不自卑 从灵魂深处 就非常抗拒在这么多人面前抛头露面 更别提这些人 还对他那么的热情了 还是打车去吧 一来避免跟外面那些人下面接触 二来这次是去学校 而不是去其他地方 学校里面都是自己的同学 他要是直接开着一辆不加笛去了学校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说 他故意装逼来着 还是低调一些吧 不管怎么说 低调一些 总归没有错 很快 何时明就来到了学校 王健波正在学校门口等他 他的个头不高 勉强一米七 不过体型却是很膨胀 一个标准的体重 比身高腰多的家伙 看到何时明到来 王健波立刻高兴地迎过去道 你小子怎么看起来 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 而且看样子比以前还高了一些 何时明呵呵一笑道 你不知道分手能让人成长吗 王健波 他一脸猛逼地道 分手能让人成长 我听说过 但特么还能长得头 你是认真的吗 何时明点头道 当然啊 要不然你这身标是怎么来的 不就是分手之后才开始胖的吗 操 王健波听到这话 差点一口老血 直接喷出来 你特么分手长的头 我特么分手长肥肉 哈哈逗你玩呢 走吧 咱们先去把资料交了去 其他的同学都交得差不多了 何时明大笑道 随后两人一起向里面走去 路上 来来往往的学生非常的多 其中有很多同级的学生 今天都回来了 王哥 这几天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有没有找到对口的 何时明边走 边跟前面的王健波问道 正走着的王健波 听到和时明的话 顿时一阵叹息 别提了 找是找着了 结果人家不要我了 说我吃得太胖 卧槽 我找工作 又不是找对象 跟我吃得胖不胖 有啥关系 说到这里 王健波就差直接哭出来了 哈哈 何时明大笑道 谁让你吃这么胖的 现在多少了 有300了没 没 才278 你这个才自用的精髓啊 第28章 秦丽雅的电话 唉 王健波长叹一声 满脸感叹得到 要是再找不到工作 我就只能回老家 继承我老爹的那500多头猪的抚养权了 何时明 每次王健波说到这个 都是一脸长虚短叹的样子 但每一次 何时明都想打他 在他们班级里面 王健波家的家庭条件 算是很不错的了 当年大一时 王健波自我介绍的时候 苦着脸说 他爸为了送他上大学 把家里养的两头猪给卖了 一时间成为班级里面最可怜的人 直到大二快毕业的时候 何时明才知道 这货家里面养了500多头猪 500多头啊 在现在 猪肉在天上狂飞的时代 500多头猪是什么概念 数百万身家 只可惜王健波不想回去养猪 认为养猪没逼格 所以才拼命找工作 结果每次找工作失败后 就琢磨着要回家养猪去 让人又可笑又可泣 王哥 我这里有个工作 不知道你敢不敢兴趣 何时明黑黑笑着道 咦 王健波眉毛一挑道 真的假的 什么工作 情商集团怎么样 何时明笑着道 啊 情商集团 真的假的 如果你真能把我弄进情商集团 我直接送你一头猪 何时明 你妈 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 两个人说着 来到了辅导员的办公室 对于大四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说 除了那些准备考研的之外 其他的学生都已经开始工作了 除了递交毕业资料 或者论文答辩之外 基本上不会再回到学校 不过 今天需要递交毕业材料 所以 外面的学生 基本上全部都回来了 包括何时明的前女友赵芬 不过现在 赵芬正和学生会长范云海 还有学生会里面的几个成员 协助辅导员收集材料 王健波 看着忙碌的范云海和赵芬 翻了个白眼道 这对狗男女 呸 随后向何时明道 这信范的 根本就不是咱们记得 非来插一脚 看着就恶心 何时明轻笑一声道 人家是学生会 过来帮辅导员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这点没什么事 我知道 你是为了照顾我的面子 没事的 我已经看开了 说着 看了一眼人群中的赵芬 赵芬也早看到了她 只是却一直装作没看见的样子 继续忙着自己的事 王健波拍了拍 何时明的肩膀道 兄弟 女人以后 咱多的是 这个拜金的女人 完全不值得你珍惜 何时明明了明嘴 没有接话 虽然她嘴上说 自己看开了 不过心中却依然有心结存在 只是故作潇洒而已 有那么一瞬间 她甚至想大声 告诉赵芬 自己现在有钱了 不过她却没有这么做 心结只是心结而已 是心中的不甘 不过有些是过去就过去了 再也不可能重来 她甚至感觉有些庆幸 早日看透了赵芬 拜金的真面目 办公室没人 来填写材料的学生很多 直到中午的时候 何时明和王健波 才把需要的材料填写好 其他的学生也差不多 随后 辅导员周生站出来道 同学们 来来来 周生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戴着个黑矿眼镜 看起来有些严肃 不过只有熟悉他的人 会知道 他其实是个话楼 听到周生的话 学生们都围了过来 周生呵呵笑着道 除了毕业典礼之外 今天可能是咱们最后一次 正常的相聚了 走 咱们一起去学校餐厅 大吃一顿去 好 谢谢周老师 一群学生顿时复合道 他们学校班级里面 还剩下有不少的班费呢 不吃的话就浪费了 只是何时明确不想去 他向来对什么班级聚会 都没兴趣 任何聚会都要钱 他向来缺钱 所以 基本上没有参加过什么聚会 更是从心底 对聚会非常抗拒 哪怕是现在手里有钱了 也是如此 而且相比起这些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找房 然后把黄金挪过去 一日不挪过去 他就心里不踏实 王健波看何时明 心不在焉的样子 小心道 我说老何 你这什么表情 别告诉我说你不想去 当初咱们同学们可是约好了 什么时候一起回来 都要过去吃一顿 何时明正欲拒绝 这时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惊讶地发现 竟然是秦丽雅打过来的 等会 走到一旁 接听了电话 喂 秦总 有什么吩咐啊 何时明笑着道 何先生 你现在在学校吗 我找你有事 手机里面的秦丽雅快速道 语气听起来很是焦急 啊 好吧 我现在在学校 你过来吧 何时明说道 说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接着道 对了秦总 直接去学校餐厅吧 我在那边等你 既然要留在这里一会儿 就跟他们一块去食堂吧 否则很有可能被人说闲话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好的 等会见 秦丽雅回到 挂了电话 何时明回到王健波身边 说道 走吧 去食堂吧 咦 我还以为你不想去呢 怎么突然改变想法了 王健波疑惑的问道 等人 何时明回到 王健波听到这话 诧一道 等人 谁啊 秦丽雅 何时明如实回到 谁 秦丽雅 哪个秦丽雅 王健波瞪大眼睛 惊疑不定的问道 还能是哪个秦丽雅 自然是情商集团的秦丽雅 啊 你说的是 林安第一美女总裁 你是给我开玩笑的吧 老何 这个玩笑好笑吗 王健波无语道 何时明摇头道 没开玩笑 我不是跟你说了 介绍你去情商集团工作了吗 切 王健波顿时翻了个白眼道 继续装 你咋不说是咱们林安的地产之王李国安呢 瞧这牛逼给你装的 简直都快吹上天了 何时明 第二十九章 仓库着火 何时明摇了摇头 没再给王健波继续解释 再解释也没用 相比起解释 等会让王健波见到秦丽雅 会更有说服力 随后 在周生的带领下 一群人浩浩荡荡 直接向食堂而去 另一边 情商集团 总裁办公室 秦丽雅挂了电话后 长长的出了口气 旁边的赵叔疑惑的问道 小雅 你真要亲自去学校 见何时明 你毕竟是情商集团的总裁 这样直接去学校 见一个学生会不会显得太 不会 秦丽雅摇了摇头 扭头看向赵叔道 赵姐 昨天晚上仓库的失火的事 你应该听说了吧 就在昨天晚上 情商集团仓库突发大火 好在之前准备措施充分 火刚一烧起来 那边的员工就立刻动员起来 把火给扑灭了 才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 否则 一旦男仓库真的烧起来 后果不堪设想 忙活到现在 才把火灾的事情处理好 赵叔听到秦丽雅的话 神色一慌 赶紧点头道 对 我知道 怎么了 不是已经被扑灭了吗 秦丽雅深吸一口气道 好在扑灭了 如果没有扑灭的话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整个仓库里面库存的设备 全部都完了 你知道 这造成的损失会有多大吗 赵叔听到这话 脸色一白 回到 董事会肯定会问责 秦丽雅点头道 问责是轻的 我的总裁职务也要被撤掉 甚至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好在 我昨天晚上去把仓库的消防设施 全部检查一遍 跟值班的员工叮嘱了一下 这才避免了这些损失 啊 赵叔瞪大眼睛 脸上满是惊讶之色 直到这一刻 她才知道 秦丽雅昨天离开她之后 干嘛去了 但是 她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做这些 要知道 从秦丽雅当上这个总裁后 从来都没有关注过这些东西 这时 秦丽雅站起身来道 而这些 都是因为和实名的提醒 让我做好防火工作 尤其是仓库那边 所以 我昨天晚上 连夜把所有的消防设备 全部检查了一遍 才避免这场火灾 所引起的巨大损失 这 天哪 这也太神了吧 赵叔不敢置信的道 所以我才会感觉到惊讶 秦丽雅神色凝重的道 按理说 这种事情是突发事件 何实名根本就不可能知道 但却真的被她说中了 发生这种事情 只有三个可能 一是这火本来就是她放的 但是这个可能基本上没有 因为火 是从内部燃起来的 二是她靠猜的 从已知的蛛丝马迹中 猜出来背后有人想要对付她 而且很有可能会采用 在仓库放火的方式 来达到自己被董事会制裁的目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 说明此人真的是太聪明了 聪明到可怕的地步 一个仅仅只是靠蛛丝马迹 就猜出有人可能会用 放火的办法来对付她 这是什么智商 用非人来形容 都丝毫不为过 要知道 就算是她秦丽雅 目前也只是猜到 有人要对付她 却不知道究竟是谁 更别提材到会 用什么办法了 至于第三种情况 那就是 何实名本身就有 卫补先知的本领 用方外之术 算出仓库会着火 所以提醒我 如果是这样 秦丽雅不敢想 因为这真的是太过让人 感觉到不可思议了 卫补先知 这已经是非人的手段了 只能用神乎其神来表达 不过 不管第二种 还是第三种可能 都说明这个何实名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存在 这样的人 只要能够跟他交好 好处绝对是难以估量的 所以 他必须现在立刻去找何实名 而且迫在眉睫 好 我现在就去背车 赵叔说完 立刻向外面走去 待赵叔离开后 秦丽雅看着赵叔离开的背影 双目渐渐眯起 眼神渐渐变得深邃起来 赵叔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啊 他喃喃自语道 说完 长长的叹息一声 闭上了眼睛 他不傻 相反他非常聪明 否则也不可能年纪轻轻 就做了情商集团的总裁 他上次的遇袭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跟赵叔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 他的行程 只有赵叔最清楚 他不想怀疑赵叔 真的不想 因为他没有朋友 而赵叔是唯一一个 让他感觉能够谈心的人 如果这件事情跟赵叔有关系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临安大学 一群学生在辅导员周升的带领下 大学里面 平时来食堂吃饭的并不多 因为大学校园是开放性的 不会像高中 中学那样全封闭管理 再加上校园门口就是小吃街 里面各种各样的小吃都有 而且物美价廉 再加上学生手里都有钱 所以都喜欢在外面吃 不过 只有离开大学后 想念最多的 可能就是大学食堂了 在周升的安排下 一群人直接包下树张大桌子 一群人 直接做了一大片 周升站在最前面 笑着道 同学们 今天这次聚会 估计是咱们为数不多的一次聚会了 老师我这心里 还挺有些舍不得你们的 云海 去让食堂的阿姨 让她多弄几个菜 好嘞 范云海应了一声 然后向赵芬使了个眼色 两个人直接站起来 向里面走去 哈哈 云海 让你去喊个菜 还不忘带着女朋友 还怕被我们抢走了不成 周升哈哈笑着打去道 赵芬的脸一红 范云海自然的呵呵笑着道 周老师又消遣我们 我先去了哈 说完 带着赵芬 赵芬向食堂里面跑去 周升笑着摇头道 这个范云海 说着下意识地看了眼何时明 赵芬以前是何时明女友的事 不是秘密 很多人都知道 当然也包括周升这个辅导员 前两天 赵芬答应做范云海的女朋友之后 范云海可是在校园论坛上面 进行了炫耀 现在全校都知道 赵芬是他的女朋友 否则田富威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 在周升看向何时明时 在场的其他学生 也扭头向何时明看了过去 范云海和赵芬出双入队的 他们想看看何时明的脸色是什么样 包括王健波 也看向何时明 怕他的脸上挂不住 几年的相处下来 他对何时明真的是再了解不过 知道他的脸皮非常薄 第30章 仗义的会长 现场几乎所有的人 全部都向何时明看了过去 他们还以为何时明会悲痛欲绝 甚至有可能当众发飙 只是让他们失望的是 何时明只是坐在那里低着头 把玩着大拇指 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老何 你没事吧 王健波看到这一幕 惊疑不定的小声道 何时明抬头看了他一眼 长出一口气 轻笑道 你看我像是有事的样子吗 像 王健波笃定的道 他对何时明真的是太了解了 一直以来 何时明都是非常重情重义的 虽然表面上何时明 从来都是一副乐观的样子 但表面坚强的他 内心却很自卑 看起来和这个世界相处非常融洽 但内心却有一个封闭的 与世隔绝的自已 时常会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站在那里发呆 而眼前的何时明笑得太假 太不真实了 老何 对不起 我不该劝你过来的 王健波无奈的道 早知道这样 他无论如何 都不会带何时明过来 何时明摇头道 没事 是我自己要来的 今天咱们什么都不用管 只管吃饭就行 如果不是为了等秦丽雅 他也不会留在这里 至于什么同学相聚 他是压根没有半点兴趣 听到何时明的话 周围的学生 顿时流露出失望的神色 女朋友都被人抢了 竟然还吃得下去饭 要是我 早就先桌子走人了 其中一名女生 压低声音小声道 就是 但凡是有点血性的男人 自己女朋友被人抢走 都不会坐在这里一言不发 我看 是害怕饭会长 所以不敢吭声 泽泽 本来还想看看热闹呢 没想到 够了 王健波冷喝一声 怒视着焦头接耳的那几个女生道 你们说够了没有 嘴巴能不能积点得 我们说什么了 其中一个女孩猛地站起来 瞪着王健波道 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管得着吗 王健波怒声道 赵萌吗 你 好了好了 辅导员周生 看到事情马上要失控 赶紧站起来打回场道 大家都少说两句 好吧 都是同学 今天咱们好不容易聚到一起 以后这样的时间越来越少 大家聊点开心的 开心便啊 哼 赵萌萌冷哼一声 狠狠地翻了王健波一眼 坐了下去 何时明眯着双目 看了一眼周生 刚才赵萌萌他们说东到西的时候 周生一句不发 现在跟王健波吵起架来 就赶紧劝指 典型地拉偏架 不过何时明并不怪周生 毕竟 他也只是一个辅导员而已 惹不起麻烦 只能和霍西尼 只要事情不闹大 他就不会插手 只是他这么做 使得何时明对他的一丁点好感 一瞬间完全丧失殆尽 算了 王哥 何时明拉了拉王健波道 跟这些人稚气 没有必要 王健波重重地喘了几口粗气 气呼呼地坐了下来 这时 范云海带着赵芬回来了 周老师 已经给张阿姨说好了 马上就能做好了 而且给咱们算便宜一点 范云海呵呵笑着道 周生大笑道 还是范会长的面子大 不过 咱们班费还剩一万多呢 够吃 说完 拍了拍范云海的肩膀道 云海 刚才的工作 多亏了你们的帮助 否则我自己估计一整天都干不完 多亏你可要多吃点 范云海客气地道 帮助你们 本就是我们学生会分内的工作 是我们应该做的 周生哈哈大笑道 还是云海会说话 对了 同学们 你们的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如果没有找到 可以找云海帮忙 他家的公司 可是专门给情商集团供货的 现在正需要人手 谁想去的话 可以跟他说一声 不过得请他吃顿饭 表示感谢 哇塞 情商集团的供货商 范会长 你们家真的是太牛了 其中一名男学生 惊呼声 没办法 情商集团在临安的名声 真的是太大了 可以说是临安龙头企业 也不为过 范云海轻笑一声道 当然是真的 我们是情商集团的特约合作商 所以各种待遇方面 你们完全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哇 真的是太好了 范会长 你看我想去可以吗 其中一名微胖学生道 范云海点头轻笑道 当然 不过到了我们公司 必须好好工作 要不然 我没办法跟我爸交代 那肯定的呀 多谢范会长 范会长仗义呀 范会长 还有我 还有我 我也没找到工作呢 范会长帮帮我呀 一会儿的功夫 就有二十多个学生站了出来 好 没问题 对于这些同学的请求 范云海一个不差的 全部答应下来 这是一开始 他就答应赵芬的 也是跟辅导员周生说好的 否则周生也不会说那句话 范云海家的公司需要人 特别是大学生 一个实习期的大学生 也不需要多少工资 而且还非常听话 工作能力又强 就算以后不合适 也可以直接开除 这样 他们面子里子都有了 何乐而不为 菲儿 你真的是找了个好男朋友啊 就是就是 我们真的是 沾了你的光啊 真的是羡慕死你了 菲儿姐 我要是能有个这样的男朋友 就好了 范会长 你看我能当你女朋友吗 一群学生不停地恭维着 说的话越来越露骨 坐在范云海旁边的赵芬 脸上的得意之色 越来越甚 范云海是他的男朋友 同学们都来找他的男朋友帮助 他的虚荣心 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这是他以前跟何世民在一起 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这种感觉 简直让他飘飘欲仙 范云海倾壳一声道 别闹别闹 我只喜欢菲儿 赵菲儿也一脸幸福地 抱着范云海的手臂道 你们啊 没戏了 我跟范云海恩爱着呢 哇 这狗粮绝了 你们够了哈 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 这年头 找个好男朋友 真的是太重要了 看看菲儿姐 有范会长这么优秀的男朋友 疼着 简直是幸福死了 跟以前比起来 真的是判惹两人 这句话一落 现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纷纷下意识地 扭头看了一眼和实名 跟以前判若两人 以前赵菲儿的男朋友 是谁在场的人都知道 这话就有点猪心了 就在这时 范云海突然站起来 黑黑笑着道 那是当然 对于一个女孩来说 选择男朋友 就相当于重新投胎一样 投的不一样 结果自然不一样 你们说是不是 说完 挑衅地看了一眼和实名 第三十一章 老何的火气 随着范云海的话落下 现场顿时响起一阵 附和的声音 对对对 范会长说的太有道理了 原来范会长 不仅人长得帅 而且还这么有才 出口就是折脸 这才是我们的范大会长啊 这才是真正的男人 不像何实名那家伙 一点用都没有 跟个废物一样 白浪费了赵芬那么多的青春 够了 王建波冷声喝道 你们有没有完 舔范云海 你们随便舔 别他们动不动什么事 都扯到何实名身上 范云海轻笑一声道 怎么 你感觉他们说的不对吗 何实名确实浪费了赵芬 许多宝贵的青春 但却什么都给不了他 而我不仅能让他荣华富贵 更是能让他一辈子幸福 把他之前错付过去的青春 全部弥补回来 何实名呢吗 话音落下 现场顿时响起 一阵阵尖叫 哇 说的太好了 范会长真的是太甜了 人长得不但帅气 而且还这么温柔 羡慕 我也想要这样的爱情 真的是太羡慕芬了 这才是一个女孩该有的爱情 真的是太甜了 以前的芬 活得让人可怜 现在的芬 让人羡慕到棒 何实名 看看 这才是男人 再看看你 简直就是丢我们男人的脸 在场的学生 纷纷附和着 就连现场的那些男生 都纷纷采适合实名 吃人嘴软 男人手软 场面话谁不会说 而且刚才范云海 可是提供了很多个工作职务 这些人还指望着范云海呢 跪舔都来不及 哪里会去主动得罪他 一声极其不合十一的冷笑声 突然响起 听到这道声音 此时的人顿时扭头看去 却发现 何实名正一脸冷笑地看着他们 何实名本来不想跟这些人一般计较 毕竟大家都是同学 何实名向来讲究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能不惹事就不惹事 但是这些人 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他 你依然也有三分火气呢 更别一个活生生的人了 被人欺负到脸上 如果还不反击 那他就真的枉为男人了 彩虎 我来讨好范云海 很好 知道自己错了吗 我看是他知道 他自己有多可笑了 浪费了人家赵芬那么多的青春 是不是准备忏悔了 在场的人纷纷指责起了何实名 以表示对范云海的忠诚 何实名摇头冷笑道 非也 我只是感觉 一群接受过十几年教育 正规大学出身 马上就要毕业 成为国家新一批动粮的大学生 如今为了讨好范云海 竟然像狗一样 狂飞不止的行为 让我感觉非常恶心 我这辈子第一次发现 人竟然可以如此的不要脸 你说什么 你说谁不要脸 姓何的 你敢再说一遍 你说谁是狗 听到何实名的话 在场的人瞬间炸锅了 就连王健波都惊讶地看着何实名 何实名的脾气向来比较好 很少会发火 像现在这样发这么大火的时候 他更是从来没有看到过 面对愤怒的众人 何实名神色丝毫不变 冷笑道 学校教给我们的 是无论面对任何事情 都可以不降至 不辱身 不敢时髦 不避风险 迎难而上 百折不挠 但是你们却是只学会了 向人摇尾起怜 说你们有错吗 何实名你够了 有完没完啊你 我们早就已经分手了 你还在这里这么闹腾 有意思吗 再闹我也不可能再跟你在一起 能不能成熟点啊你 知不知道什么叫丢人 赵芬愤怒地朝何实名大吼道 何实名扭头 看向赵芬道 为了你 赵芬不要自我感觉这么良好行吗 以前在一起的时候 何实名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 在感情里 何实名是完全付出的那个人 但是自从看清了赵芬拜金的真实面目后 何实名已经对他没有任何感觉 他现在的行为 更是跟赵芬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看不上这些几年的同窗 为了一点利益 就拼命采呼他来讨好范云海 他是脾气好 是一般情况下 不想跟人发生争执 但不是没有脾气 更不是软皮球 任别人踩来踩去 真惹急了他 别说同学 连院长他都敢骂 当年上中学的时候 被人欺负怒了 直接拎着菜刀追到对方家里 逼得对方一家子人都不敢出门半步 你 赵芬被何实名气得脸色通红 辅导员周生赶紧站出来道 何实名 你这话就过分了 赶紧住口 否则别怪我扣你的学分 让你毕不了业 要是这些学生再吵下去 他这个辅导员的脸往哪放 若是这些人忍不住再打一架 那他这个辅导员 就可能滚铺盖走人了 何实名双目一眯道 拿学分威胁我 周老师 我来处理 您在旁边看着就行 范云海走了出来道 说完 扭头看向何实名冷笑道 何实名 你现在的样子 真的很可怜知道吗 留不住你的女人 是你自己无能 在这里成口蛇之能 有意思吗 这个世界 是一切向前看齐的时代 你穷 就什么都不是 连呼吸都是错的 懂吗 何实名扫了他一眼 冷笑一声道 钱多很了不起吗 如果是以前 他自然没资格说这种话 但是坐拥一吨的黄金 价值整整三个亿 身家能超过他的 整个林安都没有多少 哈哈 随着何实名的声音落下 周围顿时一阵哄堂大笑 何实名 你是傻逼吗 真的是可笑 自己没钱 还敢说钱没意义 你想有钱 但是可能吗 何实名 钱多就是了不起 看到赵芬儿脖子上的 这条金项链了吗 范会长刚给赵芬儿买的 八千多 你能吗 他能个屁 恐怕 他吃八块钱的拉面 都得仔细掂量掂量 搞笑 连工作都没有的家伙 竟然跟范会长说 钱多很了不起吗 你知道 自己有多装逼吗 务实一点不好吗 求求范会长 让他给你安排一个 看大门的工作 不香吗 范云海黑黑笑着道 看在菲儿的面子上 当然可以 正好我家公司 看大门的大爷 快退休了 如果何实名求我的话 我可以考虑一下 范会长太大度了 何实名 还不赶紧求范会长 就是 幸好范会长愿意收留你 否则像你这样的废物 连扫马路 都不会有人要 周围的同学 七嘴八舌的嘲讽道 说的话越来越刻薄 反正已经撕破脸 也没什么好顾虑的了 为了讨好范云海 别说让他们嘲讽何实名 哪怕是当众 直接揍何实名一顿 他们都没有意见 收留我 何实名冷笑道 你们问他 有胆子敢要吗 第32章 秦丽雅来了 何实名的话落下 周围的学生 顿时一阵鄙夷 尤其是坐在 何实名旁边的几个社友 更是满脸不屑地 嘲讽了起来 何实名 大家谁不了解谁啊 不装逼能死 这年头吹牛逼 真的是太简单了 有张嘴就行 真不知道 自己是几根葱了是吧 还敢问范会长 有没有资格 你们算老几啊 何实名 跟你一个宿舍 是我们哥几个 这辈子最倒霉的事 以后我们没你这样的兄弟 王建波气得满脸通红 气呼呼地道 一 王子阳 许开明 咱们毕竟同情一场 你们没必要把事情 做得这么过分吧 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其他人采何实名 也就罢了 这些曾经称兄道弟的 同情室友 竟然也会为了讨好范云海 而选择倒戈 何实名叹息一声道 王哥 算了 以前他总听说 只有经历苦难 才能明白 身边谁是真心对待自己的 而如今 何实名终于理解了这句话 患难见真情 面对范云海的敌势 还愿意站在他面前的人 最后只剩下王建波一个人 怎么算了 他们这些人 简直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王建波愤怒地道 王子阳沉声道 什么叫我们做得绝 是他自己的问题好不好 其他的几个社友 也跟着叫嚣起来 就是 废物一个 还学人装逼 许开明也跟着道 怪只怪他惹到范会长 谁都帮不了他 像他这样的人 谁跟他在一起 谁倒霉 你还敢跟他一伙 不怕被他卖了吗 你就在这时 哇 食堂外突然响起一阵尖叫 怎么回事 范云海等人神色一愣 疑惑地向食堂外面看了过去 与此同时 大食堂的外面 正停着一辆红色的马沙拉蒂 马沙拉蒂的旁边 站着一名身着白色 带一点紫色的上衣 下衣是淡紫色的长裙 裙摆在风中摇曳 漂亮的绿色长发随风飘动 周围 看到这一幕的学生 无不瞪大眼睛 食堂外面的学生不少 有些是刚来准备吃饭 有些是已经吃过的 有些是经过的 而如今 这些人无论男女 全部都被马沙拉蒂旁边的女人 给吸引了视线 大学里面 其实也不乏美女 尤其是霸占了四年校花之名的田复威 真是美女中的极品 但是这些女生 都只是青色的美 是如镜花水月一般 但秦丽雅却不同 早已脱离校园的她 在商场中和各式各样的人争风 使得秦丽雅的整个人 全身都散发着充满张狂的 一种花开到极致 一种充满侵略性的魅力 让人只看一眼 就欲罢不能 只是短暂的震惊之后 秦丽雅的身份 就瞬间被周围的人认了出来 引发一阵惊呼 哇 天哪 是秦商集团的秦丽雅 秦总怎么在这里 不会是秦商集团 要从咱们学校招人吧 咱们学校这么厉害的吗 怎么可能 没看只有秦总一个人吗 根本就没有校方的领导一起 肯定是因为其他事情 那她来干什么 这谁知道 她朝我走过来了 这时 秦丽雅突然迈开步子 走到其中一名男生身前 展颜一笑道 请问同学 这里是食堂吗 男生瞬间激动的脸上的通红 结巴的道 是是 谢谢 秦丽雅轻笑着点了点头 就直接向里面走去 我 我的天啊 秦总跟我说话了 男生激动的不由自主道 而其他的同学 则是立刻跟着秦丽雅向里面走去 许多同学甚至拿出手机 偷偷地拍秦丽雅的照片 毕竟这么近距离 跟秦丽雅接触的机会 可是非常非常少的 平时秦丽雅来临安大学的时候 都是一群记者跟着 而且在这里待几分钟 跟校领导说 几句话之后 就直接离开了 哪里像现在这样 出现在众多学生的面前 他们很想知道 秦丽雅到底是为什么来这里 食堂内 范云海本来正打算上外面 看看是怎么回事 毕竟她是学生会的会长 要负责处理学校的突发事件 结果她还没来得及动弹 一道英姿萨爽的身影 突然走进食堂 在看到这道身影的同时 范云海等人瞬间认了出来 不只是她 包括在场的其他同学 作为大四十习气的学生 他们已经在社会上摸滚 打爬了一段时间 怎么可能不认识 秦丽雅集团的总裁 卧槽 是秦丽雅集团的秦总 我的天 她怎么出现在这里 而且是就她一个人 没有学校领导陪着 就是 周老师 你接到通知了吗 周生眉毛一跳 她也正在奇怪呢 以前秦丽雅来学校的时候 都是校领导亲自陪同 最差也得有几个主任 现在怎么就秦丽雅一个人 而且 她也没接到学校 说秦丽雅要来的通知啊 更奇怪的是 秦丽雅来食堂干嘛来了 周老师 秦总向咱们走过来了 这时 其中一个学生激动的道 与此同时 其他的同学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秦丽雅行进的方向 正是他们所在的位置 这里 除了他们之外 根本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学生了 看到这一幕 这些人的脸上 瞬间浮现出激动之色 卧槽 秦总向咱们走来了 我的天哪 秦总不会是来找我的吧 就你 你可拉倒吧 也不看看 自己是什么品种的带蛤蟆 我感觉 秦总应该是来找我的 我昨天往情商集团 投了一份简历 秦总肯定是被我的那份简历 给折服了 直接屈尊降贵来接纳闲事 都别吵 这时 范云海冷喝一声 吓得旁边的学生 顿时全部闭起了嘴巴 现在范云海的声威正盛 谁敢不给他面子 范云海深吸一口气 看向周生道 周老师 秦总是不是来找你的 对啊 周老师 我感觉范会长的想法一样 我也感觉 秦总是来找你的 另外一名同学 也跟着附和道 哇塞 周老师真的是厉害啊 竟然跟秦总认识 周围的其他学生 也赶紧跟着附和 不得不说 人只要有了钱 就连拉的屎都是香的 随便放个屁 都有一群人 惊为天籁之音 周生听着周围学生的恭维 不好意思的倾壳一声 只是秦丽雅 怎么会突然来这里 甚至连校领导都不知道 难不成 是被他惊艳的才华 和英俊的外表所折服 想到这里 周生瞬间飘飘燃起来 心中一片火热 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倾壳一声 直接迎着走了过去 第33章 神仙学长 在食堂无数道视线中 周生走到秦丽雅的面前 深吸一口气 露出一个自认风流倜傥的笑容道 秦总您好 我是周生 您 嗯 秦丽雅面无表情地 嗯了一声 然后 直接从周生的身边走过 继续向里面走去 啊 周生愣愣地站在那里 直接傻眼了 这特马 就一个嗯 她的一张老脸 瞬间红了起来 你妈 我堂堂一个大四辅导员 难道不要面子的吗 这也太打脸了吧 但是面对秦丽雅 她却是连个屁都不敢放 不只是她 整个临安大学 除了院长和副院长 等几个高层校领导之外 其他的人 谁敢给秦丽雅找不痛快 范云海等人 看到被冷落的周生 脸上全都浮现出疑惑之色 不是来找周生的 那是来干嘛的 只有王剑波一个人 在看到秦丽雅的瞬间 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地 看着何时明 来食堂之前 何时明好像 说过秦丽雅的事 只是当时 她完全以为 何时明在吹牛逼 结果这才一会儿的功夫 秦丽雅就真的来了这里 巧合吗 但是这特马 也太巧合了吧 在无数刀目光的注视下 秦丽雅自信 自然 自若得地继续前进 一步一行 都牵动着所有人的心神 而她所行的方向 正是周生带来的那群学生 赵萌萌看到这一幕 激动地向范云海道 范会长 你们家是情商集团的供应商 秦总是不是来找你的 范云海听到这话 顿时心神一震 对啊 在他们这群学生里面 除了她之外 其他人根本就没有资格 让秦丽雅亲自到这里 想到在这里 范云海深吸一口气 直接上前一步 来到秦丽雅跟前 然后脸上流露出 标准的绅士笑容 微微一笑道 秦总您好 我 秦丽雅直接侧过身 从她的跟前走过 从始至终 根本就没有看她一眼 甚至连嗡一声都没有 就直接走了过去 留下范云海一个人 直接石化在那里 脸上的尴尬 直接能够装满一箩筐 你马 不是在来找自己的 那是找谁的 范云海立刻向 剩下的学生看去 这时 何时明突然站起身来 旁边的王子阳 双目一瞪 赶紧拉住何时明道 臭小子 你刚才惹了范会长还不够 还想冒犯情 总是不是 比我老师坐在这里 旁边的其他室友 也全都愤怒地瞪了过来 秦丽雅是谁 那可是林安第一美女总裁 就连他们院长 见到秦丽雅 都要客气几句 虽然不知道 今天秦丽雅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但是就连他们辅导员 跟学生会的会长范云海 都吃了哑巴亏 现在何时明 还想往上凑 这不是 给秦丽雅找不痛快吗 他们倒不担心 秦丽雅找何时明的麻烦 但是怕连累到自己 要不是何时明 他们怎么会坐在这最后一桌 只是下一刻 他们惊了 只见秦丽雅 竟然静止走到了 他们这一桌的跟前 然后 站定 强大的气场 直接吓得王子阳等人 连大气都不敢喘 受宠若惊 莫过如是 紧接着 在众人不敢置信的眼神中 秦丽雅那如千年冰山一般的面容 突然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双眸如月牙般一弯 歪着脑袋道 你好啊何先生 又见到您了 死 看到这一幕 范云海等人突然瞪大了眼睛 何先生 何时明 秦丽雅竟然是来找何时明的 开玩笑的吧 这可是林安第一美女总裁 林安是无数男人心目中的梦中女神啊 与此同时 整个食堂中 所有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部都得了安静了下来 寂静的可怕 下一刻 宣闹声直接炸锅了 惊呼声四起 我去 这小子是谁 竟然能让秦总亲自前来 没听说咱们大四的堂哥里面 竟然有这妖牛逼的存在啊 天哪 谁知道这神仙学长 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鬼知道啊 虽然在学校见过他 但从来没有注意过他 谁能想到 他竟然这妖牛逼啊 和这些人不同 陈志军 赵萌萌等人所在的一群人 却是清楚的知道 和实名的身份 但是正因为知道 他们心中的惊讶 比之周围的其他同学更甚 他们无论如何都难以相像 何时明是如何跟秦丽雅认识的 这可是林安的龙头企业 无数人梦寐以求 想要进入的大公司 哪怕是范家的公司 也只是情商集团的一个供应商而已 由此可见 情商集团的影响力 更别提是身为情商集团的总裁的秦丽雅了 不管是走到哪里 秦丽雅都是十足的焦点 但是现在 秦丽雅却是专程跑到大学食堂 来找何时明 而且还称其为何先生 这也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吧 何时明什么时候有这么大本事了 他们感觉自己的三观都要被颠覆了 他们疯狂嘲讽何时明为废物 说他耽误赵芬儿的青春 想要以此来讨好范云海 结果却发现 何时明竟然跟情商集团的总裁认识 只凭这一点 何时明就要比范云海要厉害许多倍 因为 哪怕是范云海的老爹 见到情商集团的总裁 也得点头哈腰的 更别提是范云海了 这一刻 他们感觉自己要疯了 尤其是王子阳等 几名跟何时明朝夕相处过的室友 他们刚才还在说 谁跟何时明在一起 还是被情商集团的总裁亲自打脸 这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赵芬儿脸色苍白的 喃喃自语道 今天 对他来说 可以说是从出生到现在最风光的一天 但是他的风光持续的还不到一天 就被人得生生撕碎 而撕碎他这份风光的 正是何时明 这个被他弃之如碧履 在他眼中一文不值 浪费了他宝贵青春的家伙 如今摇身一变 瞬间成为了整个食堂中所有人的焦点 抢走了本应该属于他的所有风光 而这一切 只是因为秦丽雅的突然到来 无论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 何时明是怎么跟秦丽雅认识的 他跟何时明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若是何时明跟秦丽雅认识 他应该早就知道才对 但他却从来不知道他们之间认识 甚至连听都没有听何时明说过 这一刻的照番 恨得牙痒痒 何时明你这个浑蛋 第三十四章 一片哀嚎 对于范云海等人的震惊和愤怒 何时明不知道 就算知道 他也不会理会 他看着一脸微笑的秦丽雅 问道 秦总怎么笑得这么开心 再见到何先生 当然开心了 秦丽雅继续笑着道 说完 环顾了一眼四周的其他同学 她的心思何其灵活 只是看一眼这些人所占的位置 秦丽雅哪怕是不知道之前发生的事 也知道何时明被这些人孤立了 看到秦丽雅的眼神 周围的学生的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虽然秦丽雅的年龄比他们大不了多少 但却久居高位 眼神何其伶俐 在这些学生的感觉中 秦丽雅的眼神 简直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刀一般 吓得他们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只是秦丽雅却是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回头看向何时明 何先生 我想请您吃个饭 有一些事情 想向您请教一下 不知何先生能否赏脸 死 听到秦丽雅的话 周围的学生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他们只以为何时明跟秦丽雅认识而已 结果没想到 秦丽雅不仅要请她吃饭 还要向她请教东西 这也太狠了吧 何时明点头道 也行 她待在这里 本来就是为了等秦丽雅过来 否则早就已经离开了 这是之前 想给你介绍个朋友 何时明把王健波拉了过来 向秦丽雅道 这就是我给你说过的那个朋友 名叫王健波 想去情商集团工作 不知道秦总意下如何 当然可以 秦丽雅轻笑着回道 紧接着又向王健波道 我会跟人事部打声招呼 你想来的话 随时可以报道 工作岗位任你挑选 王健波听到这话 顿时兴奋的满脸通红 何时明竟然直接把他介绍给了秦丽雅 他怎么能不激动 四周其他的学生 全部满眼羡慕地看着王健波 他们也去情商集团面试过 结果都被无情地刷下来了 再看王健波 只是何时明一句话 情商集团随便进 工作岗位随便挑 这特码是什么待遇 连想都不敢想好不好 一时间 这些同学羡慕的眼里 都要流血了 早知道的话 他们之前就跟何时明建立好交情 现在这个好事 不就落到他们头上了 耶 老何你可以啊 竟然真的跟秦总认识 我真的是要爱死你了 王健波兴奋地道 去去别整这么恶心 何时明无语地道 紧接着问道 一起吃饭去不去 不了不了 王健波赶紧摆手道 你们去吧 我就不瞎掺和了 跟秦丽雅一起去吃饭 开玩笑 再给他识个胆子 他也不敢啊 想到这里 他满脸羡慕地看向何时明 这孙子 隐藏得可特码够深的呀 不过现在肯定不是细问这些的时候 等有机会 一定要让何时明 把这些事一五一十的 全部交代清楚 那行 我们就先走了 何时明说完 跟秦丽雅一起向外面走去 在经过范云海的时候 何时明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就回过头 继续向外面走去 所过之处 所有挡在路上的人 全部退到一旁 让出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出来 只是这一眼 却是直接把范云海 气得差点吐血 何时明看向他的眼神 简直是太平淡了 平淡的像是看一个小丑一般 也就是说 他之前所有的叫嚣 在何时明的眼中 都是跟小丑一样 这个眼神 他简直无法接受 食堂中 在无数人的注视下 何时明和秦丽雅两个人 前排走了出去 然后上了秦丽雅的车 这样的一幕 使得周围的人羡慕得眼睛都红了 那可是秦丽雅呀 林安第一美女总裁 能跟她句话 折寿一年都愿意 而现在 他们的梦中情人 他们最喜欢的女人 竟然让何时明直接上了她的车 还要跟她 去二人世界吃饭 想到这里 很多男生简直都要疯了 你妈 这神仙 学长真牛逼 何止是牛逼 简直是牛上天了呀 卧槽 那可是秦丽雅呀 完了 我的梦中情人 就这样没了 一群男生呼天枪地的哀嚎道 门口处 跟着一群一起出来的王子杨 在何时明走后 立刻向王建波道 建波哥 石明哥跟秦总是什么关系啊 其他的学生看到这一幕 也赶紧凑了过来 要说和何时明关系最近的 那肯定是王建波呀 其他不知道何时明的事 但王建波肯定知道 若是能借和石明的关系 进入情商集团 绝对会让无数人羡慕死不可 此时这些人 直接把旁边脸色阴沉的范云海 给忽略过去了 跟秦丽雅相比 范云海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一时间 很多同学顿时涌到了王建波的身边 建波哥 给咱们搁几个说说呗 王建波携了王子杨一眼 冷笑道 他们什么关系 跟你们有关系吗 怎么没有关系 关系大了好不好 咱们可是四年同窗啊 就是 咱们可是一个宿舍住了四年的室友啊 就连陈志军都黑黑笑着道 建波哥给我们说说呗 王建波冷笑一声道 不敢 你们不是说 最倒霉的是吗 还是离我们远点 免得遇到倒霉事 再推到我们身上 他本就是有仇必报的主 现在给他找到机会 哪能不挖哭几句 哪能呢 建波哥 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们是那种人吗 咱们是最好的兄弟啊 旁边的许开明道 可别 王建波赶紧摆手道 你们啊 还是离我们远点 免得等会范会长看到 再怪罪你们 然后你们再怪罪到我的头上 周围其他戏和年纪的学生 看到这一幕 纷纷朝这边指指点点起来 这些学长的脸皮 可真的是太厚了 就是 刚才在食堂里面 我可是清楚的听到 这些人怎么挖苦人家了 我也听到了 不仅抢了人家的女朋友 还奚落人家 结果被秦丽雅给打脸了 一群人立马改变态度 翻脸简直比翻书还快 呵呵 好好的人不当 非要做狗 怨得了谁 王子阳等一干学生 听到周围人的议论声 哪怕是他们的脸皮在后 这一下也感觉脸上挂不住了 赶紧离开了这里 人群最后面 范云海神色无比阴沉 他堂堂学生会会长 还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 丢过这么大的人 小子 你别得意 有你好瞧的 范云海声音低沉的喃喃自语道 第35章 新的系统奖励 马沙拉地车上 何时明坐在秦丽雅的副驾驶上 尝出一口气道 秦总 以后你别来学校 找我了 怎么了 秦丽雅疑的问道 何时明咧了咧嘴道 你没看到那些男生的眼神 恨不得像是要用眼神杀了我 到现在 直接一板砖把我给解决了 他还从来没有 被这么多人注视过 更别提这些目光 还全都满含恐怖的杀意 刚才的他 表面上看起来稳如老狗 但是心中却早已经慌得一批了 如果再让他经历一次的话 打死他都不敢了 泰特马 吓人了 扑 秦丽雅忍不住笑了一声道 听你这么一说 我在你们学校这么受欢迎吗 那可不 你是不知道 我们学校的那些男生们 全把你当成了他们最理想的梦中亲人 恨不得睡觉 都得念叨着你的名字 何时明直接说道 那何先生你呢 秦丽雅突然歪头问道 我 被戳破心中 龌龊想法的何时明 顿时老脸一红 瞬间慌了神 语无伦次的道 我 秦丽雅顿时咯咯笑着道 何先生竟然还会害羞 不会是被我说中吗 之前他对何时明 并没有什么了解 加上就他那次 也就只见了两面而已 第一次匆匆一见就分开了 第二次 他请客吃饭 但也只是坐在一起 随便聊了几句 并没有聊太多的话题 何时明从始至中的表现 也都很正常 在他的印象中 何时明应该是那种 老谋深算 算无一策 胸有锦绣的超然存在 毕竟能够随口点出 仓库火灾隐患的人 怎么可能简单的了 结果现在他突然发现 这何时明 竟然是个这么容易害羞的小男生 竟然被他随便说一句 直接羞红了脸 要不要这么可爱啊 他简直感觉不可思议 这个社会 还有这么可爱的男生吗 嗨嗨 何时明倾咳一声 坐立不定的道 哪有 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乱猜 我刚才在想事情 嗯 对 在想其他事情 反正以后你不要去学校 找我就行了 约在外面就行 这丝本来脸皮 就薄得跟纸一样 最多也就是 心理和思想上 比较龌龊闷骚一些 但是灵魂 还是很纯洁害羞的 纯得跟清水一样 好吧 秦丽娅轻笑一声道 我听何先生的 以后想找何先生的时候 直接约在外面 他这次毕竟是有求于何时明 虽然逗何时明 让他感觉挺好玩 但万一把何时明给惹怒了 到时他后悔都来不及了 嗯嗯 何时明赶紧点头 同时长长的松了口气 这女人气场一开 简直跟女王一样 偷偷看了一眼秦丽娅 嗯 正在专心开车 没有再继续说话 还别说 从侧面看起来秦丽娅 真的是正点 正脸看起来漂亮 侧颜更是无敌 小巧的鼻子 温柔的嘴角 白茎的脸颊 发丝清垂耳边 何止是一个美字所能表达 这颜值 简直可以秒杀 大部分的女明星 更重要的是 从侧面看起来 更能感受到 秦丽娅胸前的胸尾 这起码得有三十六啊 看到老色P 何时明一阵 心脏扑通扑通狂跳不止 如果能跟这样的大美女 发生一些男女之间 奇妙的事情的话 这一刻和时明的心理 不由得再次起来 定 这时 手机突然响起了 一道信息提示音 嗯 他把手机拿出来一看 上面是一条弹窗消息 恭喜宿主参与明日头条 推送新闻内容 奖励超级没运贴一张 持续时间五分钟 持续期间没运缠身 倒霉至极 提醒 慎用 看到这条消息 何时明微微一愣 什么鬼 这次的奖励 应该是情商集团 仓库失火的新闻奖励 也就是说 仓库已经失火 而这次秦丽娅来找她 估计也跟仓库失火 有很大关系 只是这超级没运贴 是个什么东西 当初挖出黄金 系统奖励 给了她格斗术 就秦丽娅那一次 非常的凶险 甚至受了伤 好不容易 这才救了秦丽娅一命 系统直接奖励 给她了一辆跑车 一份身体强化血清 何时明眉头紧皱地 思索了起来 第一次系统奖励 是她从地下挖掘出来的 第二次 是她冒着生命危险 从三名歹徒手上救出来的 但是这一次 自己从始至终 并没有做什么事 只是提醒了秦丽娅一句 如此说来 系统奖励的大小 应该跟事件的大小 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可能也和她参与进去的程度 也有那么一点关系 想到这里 何时明双目的眼神 渐渐深邃 因侧侧地寻思了坏主意 如果一开始 她不提醒秦丽娅防火 而是等着大火烧起来 她再带消防队赶过去 不知道奖励 会不会大点 只是这个想法 刚在她的脑海中出现 就被她甩了出去 不行 不能这么做 这丧尽天良的缺德事 根本就不是人做的 她要真的这么做的话 以后生儿子 都有可能没定眼 再说 这超级没运贴 也不错的嘛 没运贴就没运贴吧 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强吧 这玩意儿 不能说好 但也不能说不好 主要是看怎么用 比如 在范云海身上试试 效果怎么样 虽然在食堂的时候 面对范云海的挑衅 何时明并没有说什么 但这货可是记仇着呢 属于那种典型的闷骚型 遇到什么是不喜欢说 而是全部记在 自己的小本本上 然后 回头给你来一下狠的 只可惜 这奖励来得有点晚 要是早来几分钟 她刚才就毫不犹豫地 直接贴到范云海那龟孙身上 让她体验一下 慎用的威力 究竟如何 这没运贴上面的慎用两个字 可着实让何时明期待不已 不知道究竟能达到什么地步 想到这里 何时明顿时黑黑笑了起来 第36章 冤家路窄 何先生 你应该很好奇 我来找你的原因嘛 这时 秦丽雅突然问道 嗯 因为什么 何时明故意问道 秦丽雅深吸口气 神色严肃地道 正如何先生 昨天晚上提醒我的 情商集团的男仓库 昨天夜里起火了 好在有你的提醒 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 火病没有燃起来 就被扑灭了 这才避免了巨大的损失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他这一吸气不要紧 直接胸前的饱满 撑得高高的 何时明眼睛瞬间直了 卧槽 平时的时候都够挺的了 这一深呼吸 直接把眼球都撑爆了好吗 好挺 何时明下意识地回道 嗯 什么好挺 何时明瞬间回过神来 赶紧把视线 从两座大山上收了回来 一脸尴尬的道 挺好 我说的是挺好 没什么损失就挺好 秦丽雅狐疑地挑了挑眉吗 就一个挺好 没有其他要说的吗 难道昨天提醒他火灾的事 只是好意 而没有其他的要求 或者条件 就算只是好心 也应该装个逼傻的吧 这挺好 是什么意思 何先生 对于这次火灾的事 您就没有什么 想对我说的吗 秦丽雅疑惑地问道 何时明神色一变 做贼心虚的他 赶紧摆着双手道 不是我放的 我可以保证 真的不是我放的 我今天一上午都在学校 学校的人都可以为我证明 秦丽雅 他直接被何时明这句话 给逗得哭笑不得 我也没说是你放的呀 这么急着否认干嘛 何先生想多了 我没有说是你放的 秦丽雅可不想引起 何时明的误解 赶紧解释了起来 我这次来找何先生 主要是想要感谢一下 何先生昨天的提醒 除此之外 别无他意 请何先生不要误会 听到秦丽雅这些话 何时明这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你这 我还以为你要把我送去警察队呢 何时明长长地出了口气 他刚才被吓得 差点直接跳车逃跑 怎么可能 感谢您还来不及呢 为了表达对何先生的感谢 我在第一时间跑过来 向何先生传达我 以及情商集团对您的谢意 秦丽雅说道 不用客气 何时明摆手道 小事一桩而已 不足挂齿 只要你们没什么损失就好 说完 呵呵一笑 深藏功于名 这一刻 他感觉雷锋同志在向他招手 胸前的红领巾更加的鲜艳了 很快两人就来到停车场 秦丽雅把车停好 不过却没有急着下车 反而扭过头 两只漂亮的大眼睛 一眨不眨的 看着何时明 左看看 右看看 黑暗的车里面 气氛顿时变得以你无比 何时明眨了眨眼睛 一脸茫然的道 秦总 你 你这 我脸上 有花吗 秦丽雅摇头道 没有 何时明 梅花你盯着我这样看 等等 这崇拜的眼神 难不成是看上哥们了不成 又或者 是索吻的 何时明瞬间心情激动了起来 自已是不是应该主动点 但是被打了怎么办 要是再遇上张伟律师 或者是应天府的法官 自已这辈子 可就完蛋了 不过 何时明看着秦丽雅精致的脸颊 翘美的红唇 突然狠下心来 操 富贵献中求 拼了 要不然 多浪费这种以你的氛围 何时明深吸一口气 给自已鼓气 一口 两口 三口 四口 正在他准备抽第9999口气的时候 秦丽雅突然脸上满是疑惑的问道 何先生 能不能告诉我 你是如何知道仓库会失火的 这是秦丽雅最想不明白的事 如果何时明说 这是巧合 秦丽雅打死都不会相信 这何时明 绝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只是装成普通人的样子而已 何时明听到这话 神色一乐 紧接着 心中突然失望至极 尼玛 不是馋哥们的身体啊 他轻壳一声道 这件事情 不管你信不信 但这些真的只是巧合 秦丽雅听到何时明的话 顿时双目一眯 果然到处瞎吹牛逼说 自己多厉害的人 往往是无能的表现 越是厉害的人 越是低调 就像现在的何时明一样 这个何时明果然不是一般人 而他很有可能是 第一个发现这个秘密的 这样的人更要结交 这是上天给自己的机会 自己一定要把握住 这样说不定以后 何时明就能帮他的大忙 就像这次一样 避免了一次火灾 走吧何先生 咱们先进去 还是上次那个房间 秦丽雅轻笑着拉开车门 紧接着 两人一起向酒店里面走去 在何时明经过酒店门口的时候 门内一侧 一名正坐在那里 晃悠着二郎腿 壮硕青年 看到何时明从门口经过时 突然神色一惊 然后 立刻向旁边一个包间门口 用力地拍了拍门 天哥 我是赵刚 有事找您 进来吧 包间里面 响起一道声音 推开门 里面 张天骏跟另外几名 正坐在沙发上 有说有笑地聊天 手掌不停地 在旁边的美女大腿上 来回抚摸 啥事啊 刚子 张天骏呵呵笑着收回 放在美女大腿上的手 向赵刚问道 赵刚跑到张天骏面前 说道 天哥 你猜我刚才看到了谁 老子怎么知道 你看到谁了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没看到老子正忙着的吗 张天骏沉声道 是何时明 赵刚赶紧道 就是昨天咱们见到的那小子 是他 张天骏神色一宁道 昨天他收了情少的好处 带着几个家伙 去找何时明的麻烦 结果还没等出手吗 就被一群大爷大妈 给轰了出去 他从出道到现在 还从来没有受过如此大辱呢 所以 他一直在找机会 对付何时明 天哥 你们说的这个何时明是谁啊 需不需要帮忙 包间里面 另外一名青年问道 张天骏摇头道 没事 李少爷 一个小麻烦也 说完 看向赵刚道 那小子现在在哪 就在这酒店里面 刚才我看到 他跟一个女孩进了里面 赵刚快速的回道 第37章 长醉此山中 张天骏听到这话 顿时双目一眯 好小子 竟然还敢在老子面前露面 今天老子就让你知道 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睛 走 把兄弟们叫过来 咱们去会会他 说完 张天骏立刻向外面走了过去 来到外面 张天骏直接找到酒店负责人 询问何时明所在的包间 只可惜没找到这个人 定包间的人 根本就不是何时明 而是秦丽雅 他怎么可能找得到 天哥 怎么办 赵刚问道 张天骏眉头紧皱的沉吟了两秒 一个房间 挨一个房间的去闯 这样确实能够找到何时明 但是谁知道 这些房间里面都是谁 万一惹到哪个惹不起的存在 他就完蛋了 为了对付一个何时明而已 值不得 张天骏深吸一口气道 你们就在外面等着他们 我就不信他们不出来 只要他一出来 你就立刻通知我 好 赵刚立刻回答 紧接着 立刻向外面走去 另一边 何时明跟秦丽雅进了包间 何先生请坐 饭菜一会儿就来了 秦丽雅呵呵笑着道 不一会儿 饭菜就端上来了 菜的名字何时明是一个 都叫不出来 不过比起上次来 可要丰盛多了 让何时明不得不感叹 有钱真好 想想自己当初 连吃碗面的时候 要拼啤酒 都特么得考虑考虑 再看看现在 整整一桌子的丰盛饭菜 更是有秦丽雅 这个顶级大美女做陪 何时明眼脚毫无痕迹的 瞥了秦丽雅一眼 泽泽 真特娘低漂亮 其他的不说 只要能够每天看上一眼 何时明心里就满足了 这特么才是生活啊 这时 秦丽雅站起身来 笑着向何时明道 何先生 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为了表示我的谢意 我给您倒杯酒敬您 说着 拿起酒瓶 弯腰给何时明倒酒 此时的秦丽雅 丝毫不负平时 身为情商集团 总裁那种高艳冷傲 反而像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一样 看起来是那么的 令人惺惺悦目 何时明站起身来客气道 不用客气秦总 你这 话没说完 他的双目突然直了 直勾勾的盯着秦丽雅的胸口 你把 这个角度 这个位置 绝了 平时坐着的时候 就能感觉到他雄伟 如果弯腰面对着何时明 何时明直接深陷到两座大山沟里面 再也出不来了 还没开始喝酒了 何时明就感觉自己已经醉了 醉得不省人事 只愿常醉此山中 来 何先生 我敬您 秦丽雅端起酒杯 向何时明倒 何时明看到 秦丽雅端起酒杯 立刻收回视线 轻壳一声道 秦总客气了 紧接着 接过酒杯 一饮而尽 秦丽雅轻笑一声 从包里拿出一张卡片 递给何时明面前道 何先生 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 这张卡里面 是两千万 算是我表达对何先生的谢意 希望何先生不要拒绝 何时明听到这话 脸上顿时浮现出惊讶之色 上次秦丽雅给了他五百万 没想到 这又给他二千万 两千万啊 这小富婆 也太有钱了吧 何时明差点直接脱口而出富婆 求大腿了 简直是太刺激了 何时明倾咳一声道 秦总真的是太客气了 既然秦总如此客气 那我就确之不公了 钱摆在面前 不要才是傻子 何时明才不会故作清高呢 谁爱清高 谁清高去 秦丽雅看到何时明把钱接下 顿时高兴得到 太好了 何时明既然肯收下这个钱 也就是说 不对他见外 也就说明 可以交好的可能 这对他来说 是最好的消息了 随后 秦丽雅坐到何时明对面 开始边吃边聊了起来 如果是平时 何时明面对秦丽雅 这种身份的大美女 肯定会感觉拘谨 哪怕是 有一顿黄金给他撑腰 但他本性如此 根本就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不过有酒就不一样了 两杯酒下肚 这次直接喝得晕拉呱唧的了 骚话连偏起来 何时明是大四的实习期学生 秦丽雅也刚离开大学没多久 两人的共同话题也不少 一聊就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这才结束离开包间 向外面走去 外面 天色已经黑了 两人刚出现在酒店大厅里面 守在大厅里面的人 就立刻拔通了张天俊的电话 喂 天哥 姓何的出来了 好 别让他跑了 明白 外面有人拦着 不会让他跑了的 酒店门口 何时明道何先生对这顿饭还满意吧 满意 怎么能不满意 多谢秦总的盛情款待 何时明笑着回道 这大概算是他这辈子 吃得最丰盛的一顿饭了 至于吃的啥 他也不知道 一个菜的名字都说不上来 甚至不知道 菜是由什么食材做的 不得不说 贫穷限制了他的见识 走吧 我送你回家 秦丽雅伸手道 何时明点头道 好 他正愁怎么回家呢 布加迪在小区门口停着呢 这大半夜的打车也不好打 由秦丽雅这个大美女送自己回家 想想都很棒 只是 他们正准备往停车场走嘛 一辆黑色的大 突然停在了两人跟前 紧接着 从车里面走下来 五名身穿黑衣的壮瘦大汉 把两人围在了里面 看到这些人 和十名的双目 顿时眯了起来 这些人 眼熟啊 你们是谁 想干什么 秦丽雅看着这些人沉声道 干什么 等会你就知道了 其中一名壮汉道 说着 从酒店走过来 一名寸头青年 天哥 看到这名青年过来 五名青年立刻躬身行李道 和十名扭头一看 顿时乐了 竟然是张天俊 这家伙 还真是对他阴魂不散啊 嘿嘿 姓何的 这一次 我看看 谁能帮得了你 张天俊看着和十名黑黑笑着道 这时 站在和十名旁边的秦丽雅 突然眉头紧皱的道 张天俊 是你 张天俊神色一愣 扭头看向秦丽雅 她的注意力 是在和十名的身上 而且因为天黑的原因 所以 她并没有注意到旁边的女人 结果 这个女人 竟然一口就叫出了她的名字 她才向女人看去 第38章 嚣张的张天俊 第一眼 就被秦丽雅的经验美貌给惊住了 第二眼 立刻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秦商集团总裁 林安第一美女总裁 她怎么可能不认识 难怪直接喊出她的名字了 秦商集团跟他们家 有诸多利益上的来往 她跟秦丽雅 也见过不止一面 秦丽雅认识她 也很正常 秦总 是你 你怎么跟这小子在一起 张天俊惊仪不定地问道 让她对付何时明的是秦少 结果现在 秦丽雅竟然跟何时明待在一起 这也太奇怪了吧 不只是张天俊好奇 何时明也无比好奇地看着秦丽雅 她也非常好奇 秦丽雅怎么会认识张天俊呢 秦丽雅深吸一口气道 我为什么跟何先生在一起 跟你没关系 但是 你在我面前摆这种阵仗想干什么 说完 向何时明介绍道 何先生 此人是天豪娱乐会所张家的少爷张天俊 老爸是张德勋 在林安黑白通吃手段层出不穷 何时明听到在这话 顿时惊讶的眉毛一条 他这才明白张天俊的身份 所谓的娱乐会所 是个人都明白这是什么场所 正常情况下 只是个做生意的而已 但是这样的生意 基本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脏 嘿 难怪张天俊敢直接带着人 跑到幸福小区找他的麻烦 原来是有这样的背景 秦丽雅解释完之后 扭头脸色阴沉地盯着张天俊道 张天俊和先生是我的朋友 你这突然拦住我们是想干什么 张天俊眉毛一条 冷笑一声道 我不管他是谁 看在咱们相识一场的份上 你赶紧滚蛋 不过这小子要留下 说完 伸手一指和实名 他不管秦丽雅跟这件事是什么关系 他收了秦少的钱 自然是要为秦少办事 至于秦丽雅 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而且秦丽雅毕竟是情商集团的总裁 不到迫不得已 他也不想跟秦丽雅有什么过节 张天俊 秦丽雅沉声道 何先生是我的朋友 更是情商集团的贵客 你究竟想干什么 张天俊听到秦丽雅的话 直接哈哈大笑起来 原本他还对何实名的身份有些好奇 不过 现在听到秦丽雅说 何实名是情商集团的贵宾 张天俊突然就明白了 如果何实名真的是情商集团的贵客 秦少还会让他来对付何实名 这姓秦的 摆明了就是忽悠他的 甚至有可能何实名 就是他的小白脸 所以才会这么关心 不过 不管秦丽雅跟何实名是什么关系 何实名他都奏定了 受人所托 忠人之事 否则他们张家 还怎么在道上混 道上的朋友怎么看待他 而且上次他在何实名面前 被一群大爷大妈打得落荒而逃 这笔账他也记在何实名的身上 不揍何实名一顿 拦出他的心头之气 至于秦丽雅 虽然秦丽雅在林安的影响力很大 但他们张家也不是吃素的 他老爸张德勋更不是吃素的 秦丽雅 实相的 赶紧离开 否则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张天俊黑黑笑着道 你敢 秦丽雅沉声道 你看我敢不敢 张天俊冷笑一声 直接大手一挥 旁边的五名黑衣大汉 顿时向何实名走了过去 住手 这时 酒店安保人员突然走了过来 其中荣华楼的安保队长 谢永胜也在里面 谢永胜赶紧拦在了张天俊等人面前 微笑着劝道 朋友 有话好好说 昨天他刚见过秦丽雅和何实名 一个是情商集团总裁 一个是价值八千多万的不加敌车主 全都是他们得罪不起的主 要是这两人在这里出了什么事 他这个保安队长 可就完蛋了 所以 看到张天俊气势汹汹的一幕 就赶紧跑过来 拦住了他 张天俊看到有人敢拦他 顿时怒骂一声道 去你大爷的 你特马算什么东西 竟然敢拦我 说完 直接抬脚 向谢永胜踹了过去 谢永胜侧身躲过 脸色顿时变得阴沉了起来 冷声道 朋友 这里 是荣华楼 麻烦你放尊重点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在他们酒店大门口 对他这个酒店安保队长动手 这小子 也太猖狂了吧 狗屁的荣华楼 张天俊冷喝一声道 一个小小的安保队长 也特马赶老子闲事 知道老子是谁吗 谢永胜面无表情的摇头道 不知道 不过不管你是谁 都要按照规矩行事 张天俊双目一眯 沉声道 小伙子 你应该是刚上任没多久吧 什么意思 谢永胜眉头一皱道 意思很简单 你完了 张天俊说着 拿出手机 喂 我是张天俊 你们酒店的安保好大的胆子 现在我在你们荣华楼门口 谢你三分钟之内赶到 挂了电话 荣华楼大门外 安保队长谢永胜 看到张天俊气定神贤的样子 眉头一皱道 刚才你是给我们老板打的电话 张天俊冷笑道 有些人 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否则就要付出代价 谢永胜惊声道 你们到底是谁 他突然有预感 他有可能惹到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了 这时 梁开太匆忙的从荣华楼里面跑了出来 一脸微笑的向张天俊道 张少爷对不起 下面的人不懂事 还请张少爷不要怪嘴 说完 反手一巴掌 抽在了谢永胜的脸上 愤怒的怒吼道 你特马的是想找死吗 竟然连张少都敢惹 我告诉你 你特马被开除了 何时明看到这一幕 双目顿时眯了起来 这谢永胜毕竟是帮了他 结果现在 却被这样对待 谢永胜听到这话 顿时脸色一白 惊恐的道 不要啊 梁老板 我还有父母需要养活 还有女儿需要上学 我 给老子闭嘴 惹了张少爷 谁特马也保不了你 从现在开始 给老子滚蛋 梁开太冷喝道 说完赶紧向张天俊陪笑道 张少 请跟我进来 今天所有的消费 我们全部免担 不急 张天俊黑黑一笑道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梁老板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知道 梁开太立刻点头道 我们酒店的摄像头 已经全部坏了 所有监控都掉不出来 第39章 超级没韵贴之威 聪明 张天俊黑黑一笑 紧接着走到谢永胜面前 伸手在谢永胜的脸上拍了拍 脸上满是不屑的道 小子 现在明白 你惹的是什么人了吗 谢永胜脸色苍白的站在那里 早已经被吓得连动都不敢动了 哼 不开眼的东西 张天俊冷哼一声 直接伸手一巴掌 向谢永胜抽了过去 只是 巴掌刚落下去一半 就被人拦住了 正是何时明 张少是吧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何时明说道 看到何时明的举动 在场的人都惊讶得张大眼睛 何时明竟然敢阻止张天俊 要知道 这可是天豪娱乐会所的大少爷 只要他一句话 何时明很有可能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谢永胜感激地看着何时明 这个家伙 竟然会帮他 难道就因为 自己刚才替他说了两句话 张天俊正脱开何时明的手臂 神色森寒地看着何时明道 臭小子 老子还没找你的麻烦 你倒先来惹老子了 你想怎么死 何时明双目一眯 他突然发现 跟这样的纹固黑二代 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弱肉强食 在他们的眼里 或许就是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 这样的人 揍他一顿 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 反而会助长他的气势 除非直接弄死他 不过杀人什么的 不是何时明的形式风格 何时明眼前一亮 对了 超级没韵贴 嘿嘿 让你知道得罪哥们的下场 我死不死不知道 何时明呵呵笑着道 不过 我看你印堂发黑 但是我看张少爷印堂发黑 是风水中典型的煞气缠身 应该做多了缺心眼的坏事造成的 怕是很快就会有大祸临头啊 边说 边拿出手机 找到超级没韵贴 点击使用 下一刻 一张透明的 只有何时明自己能看的没韵贴 出现在了何时明的眼前 等待着何时明的命令 何时明默念一声 去 没韵贴 瞬间贴到了张天俊的胸口 然后融入了进去 随着何时明的声音落下 周围顿时响起一阵哄笑声 还大祸临头 简直是搞笑 就是 小小年纪 还学别人当算命先生 张少爷可是福运通天 你这简直就是信口胡言 就连荣华楼的老板梁开泰 都向何时明立声喝道 竟然敢说张少爷大祸临头 小子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吧 张天俊也神色意寒的怒声道 臭小子 你特马算什么东西 竟然敢来教我怎么做 真以为有秦丽雅在 你就安全了吗 秦丽雅正要说话 这时 何时明突然拍了拍她的手背 示意她看着就好 张天俊满脸冷笑的道 事到如今 竟然还看不清形势 简直就是跳梁小丑一个 说完 转身向五名大汉大手一挥道 来啊 兄弟们 给老子把这个不知死活的小混蛋 话没说完 旁边刚好经过一个玩弹珠的小孩子 结果弹珠不小心滚落到地上 在张天俊转身的同时 弹球恰好滚到张天俊即将落下的脚下 下一刻 啊 张天俊惊呼一声 一个猎切 直接趴倒在了地上 而且趴的地方 恰好有一坨狗狗刚拉的新鲜巴巴 冒着热气的那种 差点没把张天俊 直接恶心的当场去世 好在她眼疾手快 双手撑住了地 脸距离这坨新鲜的狗巴巴 只有一个拳头的距离 不过并没有趴上 众人 呼 好险 张天俊惊呼道 真是趴这坨巴巴上的话 张天俊感觉自已会疯掉 张少爷 你怎么了张少爷 周围的梁开泰等一群人 看到这一幕 惊呼一声 赶紧向张天俊一涌而去 若是张天俊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出了事 到时候 张德勋肯定会找他们的麻烦 那可是天豪娱乐的老大 他们就是普通人而已 哪里敢得罪张德勋 只是就在这时 一个香蕉皮 突然从旁边的楼上落了下来 刚好落到了梁开泰的脚下 下一刻 卧槽 梁开泰惊呼一声 身体瞬间失衡 直接一屁股向张天俊的脑袋坐了下去 张天俊正在庆幸着自己的幸运 想要爬起来 突然 一股无可拒绝的大定 陡然向着他的脑袋笼罩了下去 然后 巴基 张天俊的脑袋 直接结结实实地扣在了下面的那坨新鲜狗巴巴上 众人 何时明暗暗握紧了拳头 秦丽雅看到这一系列的变故 早已经目瞪口呆 这 卧槽 张少爷 快把张少爷扶起来啊 张少爷 您没事吧 一群人慌里慌张地把梁开泰拉开 把崩溃的张天俊给从地上拉了起来 张天俊爬起来后 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脸上的狗巴巴抹掉 感受着手里面黏乎乎的 闻着脸上令人作呕的味道 哦 张天俊直接把刚才所有吃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 熏得周围的人立刻后退一步 你马啊 有那位了 张天俊吐了好几下 才直起腰来 愤怒地大声咆哮道 这特马是谁 话没说完 不远处的马路上 突然响起一道中年女司机的惊呼声 小心啊 溜车了 快闪开啊 张天俊等人扭头一看 下一刻 瞬间瞪大了眼睛 只见马路上 一辆刚停好的黑色 正快速向这边冲来 车后面 一个女人脸上满是焦急地追着车 很显然 是停车忘了拉手杀 结果溜车了 而行驶的方向 正是他们所在的位置 梁开泰等人看到这一幕 顿时脸色狂变 不好 我们快让开 张少快跑 跟其他的人一起向其他地方跑去 张天俊脸色再一变 也顾不得叫骂了 更顾不得放狠话 直接扭头就跑 结果 脚踩在刚才吐的东西上面 直接脚下一滑 直接仰面摔在了自己刚吐出来的东西上面 众人 张天俊 他顾不得恶心赶紧就要爬起来 因为车来了 只是 已经来不及了 他还没来得及爬起来 黑色的 直接从他的左腿上压了过去 咔嚓 啊 张天俊张开大嘴 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痛呼声 脸上冷汗如雨 第四十章 窗后的凝视 张天俊能清楚地感觉到 左小腿骨被车给压断了 从小就娇生惯养的他 哪里受到过这样的痛苦 疼得他直接痛哭出来 秦丽啊 众人 看到抱着腿哀嚎的张天俊 在场的人全都傻眼了 卧槽 发生了什么事 这什么运气啊 有毒吧 张少爷 张少爷你怎么了 梁开太等人赶紧跑了过去 想要把张天俊给扶起来 结果 还没等跑到张天俊旁边 碰 从张天俊腿上经过的黑色 去世不停 直接撞在了旁边的路灯柱子上 咔嚓 本来结实的路灯柱子 突然发出咔嚓的一声脆响 紧接着 在众人不敢置信的眼神中 粗大的柱子 左右晃悠了一下 然后 直接向张天俊砸了过来 梁开太等人 本来正准备去扶张天俊的他们 立刻被这一幕 吓得后退一步 至于张天俊 他已经忘记了双腿上的疼痛 双目瞪得滚圆的 看着砸落下来的路灯柱子 神色惊恐的道 不不不不不 碰 路灯柱子 结结实实的 砸在了张天俊的右大腿上 咔嚓 伴随着一声 令人牙齿打扎的骨折声 啊 张天俊目自欲裂的 发出一声凄惨的喊叫声 然后 双眼一翻 直接昏迷了过去 昏迷之前 他最后的残存的意识是 卧槽 又是老子 姓何的 我娶你姥姥的 你特么简直有毒 然后 就彻底失去了意识 秦丽雅 梁开泰 众人 看到一动不动的张天俊 这些人全都猛逼了 就在几秒之前 张天俊 还是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呢 站在这里 遗止气势 毫不风光 结果转眼间 就废了 这什么情况啊 这也太邪门了吧 又是摔 又是啃屎 又是被车碾 又是被砸的 一件倒霉事就算了 一件接着一件 而且全部都是在张天俊的身上 特马比被雷劈的几率 还特马要小好不好 就在这时 梁开泰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刚才何时鸣说 张天俊做坏事太多 现在硬堂发黑 煞气缠身 恐有大祸临头 当时他们只当这是一句玩笑话 但是现在 这特马还不到一分钟呢 邪门的事 一件接着一件的 难道 今天正是张天俊的倒霉日 不只是他 跟着张天俊来的那五名壮汉 此时也想到了这些 众人脸上满是不敢置信的 向何时鸣看去 就在这时 何时鸣也向他们看了过去 然后 咧开嘴 脸上露出善意的笑容道 各位你们 话没说完 梁开泰等人脸色狂变 立刻后退十几米的距离 双目惊恐的瞪着何时鸣 你马 不要吓人好不好 就在刚刚 就因为何时鸣一句话 张天俊半条命都快没了 这次全身上面 透露着一股邪乎劲 只是被他看一眼 梁开泰等人立刻就怂了 何时鸣看到梁开泰的反应 顿时乐了 这家伙的 也太怂了吧 不过这超级梅韵贴是真的牛逼啊 从他使用超级梅韵贴之后 到现在 也就两三分钟而已 张天俊的半条命都快没了 难怪系统提示慎用 这特码 是把人往死里整了 小子 张少爷就是因为见了你 才发生这么多的意外 张老大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梁开泰沉声道 何时鸣叹了贪手 呵呵 梅韵贴可是有五分钟呢 而现在 才过去三分钟而已 快过来 快送张少爷去医院 梁开泰焦急的向那五名壮汉道 毕竟这酒店是他的话 如果张天俊真在他这里出了事 他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 其他人立刻点头 然后 一群人立刻就把张天俊抬成了起来 向不远处停的那辆大跑去 结果 刚跑没两步 之前被张天俊踢飞的弹珠 不知道又从哪冒忧了过来 跑到了其中一名黑衣大汉的脚下 黑衣大汉一脚踩下 紧接着 身体瞬间失衡 啊 黑衣大汉尖叫一声 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他抬的地方 是张天俊的腰 他这一摔倒 张天俊的腰部失去支撑 也直接掉落到了地上 连带着周围的其他人 也全部摔倒在了地上 然后 其中一名黑衣大汉 直接坐到了张天俊的骨折处 啊 原本已经昏迷过去的张天俊 被这一屁股 坐得直接张开大嘴 脸色扭曲的惨叫一声 然后 把眼一翻 再次昏迷了过去 秦丽雅 梁开泰 卧槽 这样也行 何时明呵呵一笑 看了一眼手机 嗯 没晕天的效果 还有半分钟呢 不远处 几名黑衣大汉狼狈地爬了起来 抬着张天俊一六烟地 钻进了黑色大里面 急驰而去 只是 刚走没多远 伴随着一声巨响 黑色的大 因为起不过快 没看到正常执行的 一辆小货车 直接被小货车撞得翻滚了出去 在马路上滚了两三圈 这才停了下来 秦丽雅 梁开泰 何时明看到这一幕 嘴角一阵抽抽 卧槽 最后竟然还有这么一项猛的 刺激啊 看了一眼时间 上面出现一条通知 没运贴效果结束 则则 五分钟 不只是张天俊 包括靠近张天俊的 都特么躺下来啊 何止是一个猛啊 荣华楼的楼上 一间包间的窗户后面 之前跟张天俊一起玩的李少爷 视线从外面马路上翻滚的黑色大装 面收了回来 感觉一阵牙疼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张天俊 怕是已经废了 原本他正在跟张天俊 在包间里面玩呢 结果张天俊 突然说要出去对付一个人 让他在包间里面等着 不过他没有老是在那等着 而是找到一个 能够看到楼下的包间 想看看张天俊 要对付的是什么人 毕竟 目前来说 整个林安 敢惹张天俊的富二代 应该是没几个的 毕竟张天俊 可是出了名的混 下手又狠又黑 而且有张德勋 这个黑白通吃的人照着他 真的是什么事 都做得出来 结果 就看到了眼前这一幕 看到了张天俊 被一名从来没有见过的青年 就这么一句话给废了 他揉了揉脸 紧接着 他突然笑了 喃喃自语道 这一下有意思了 虽然他不知道楼下 那名青年是谁 不过 既然能够和情商集团的 秦丽雅站在一起 肯定不是普通人就对了 而他把张天俊给废了 如此一来 怕是要有热闹好看了